Test 林二天尊经过一番修复 硅胶表层终于再次完好录出了 重新穿上英俊潇洒的杨康版侠式服 腰间配一柄三尺清风 百里透红的肌肤 邪魅一笑 瞬间就能让怀春少女们幻想八道总裁爱上我 她帅得不要不要地从高家村职业技术学校里走出来 走了没几步 就见一个年轻的学生从旁边走过来伸手递给她一个小圆筒 天尊 有个东西 想请您过目 这是啥 李道玄祈道 那学生一脸兴奋 这是圣女大人提出的一种暗器 名叫暴雨梨花针 在下很感兴趣 通过对弹簧的设计与改良 最终将她研究出来了 李道玄 暴雨梨花针当然不是高一叶想出来的 而是李道玄在牵着高一叶的小手走江湖的时候 随口给他讲了几个后世武侠小说的桥段 提到了这个东西 没想到高一叶居然跑来职业技术学校 告诉了这里的学生 这就很有意思了 李道玄接过小圆筒 把玩了一下 这里 有一个拉扣您要使用时 先将细针从这里装进去 这个拉扣向后一拉 弹簧就卡好了 那学生介绍到 然后在按这里李道玄一言诗为 一按啪的一声弹簧响声 小圆筒的顶部喷出一盆细针 飞出了好几米远 李道玄大喜 你这个发明相当的不错吗 学生露出腼腆的笑容 不能算我的发明 应该算是圣女大人的 不不不 就是你的发明 李道玄笑 一页只是提出了构想 而你将构想转为现实 这才是最困难的 谁都可以想象在天上飞 但真正把载人飞机造出来的那个人 才是牛逼的人 学生得了如此夸奖 当真是喜不自胜 李道玄 回头我让三十二 给你发一笔科学创造激励奖金 学生大喜 多谢天尊 李道玄 这个暴雨梨花针 我就拿去玩了 学生 哎 这个只是粗糙的试验型号 天尊等我做个更漂亮的 新的做好了 再拿来丢换 这个试验型 我先用着 李道玄乐呵呵地将小圆筒 插在了腰带上 辛勤指数家 九九十九 他的火冲枪法惨不忍睹 再玩 抢滩登陆战1632时 一冲都没打中流扣 简直就是人体描边术 至于他的剑法 那就更惨不忍睹 只能和敌人一命换命 但是有了暴雨 梨花针就不一样了 本天尊战斗力暴涨啊 李道玄开开心心 继续向前溜达 刚走到高家商圈外面 就听到一个女人的吆喝声 大家快来高家村布装买衣服了 最新天尊 同款侠士服 最新天尊同款欧李道玄 哇 他赶紧三步并坐两步 跑过去看热闹 只见高家村布装的门口 大群年轻人 正在排队买衣服 而他们哄抢的 正是李道玄身上穿的这一套 83射雕苗乔尾比武昭青 认识慕念慈穿的衣服 以前天尊雕像上穿的道袍 那是神仙穿的衣服 普通人不敢模仿 但这一次 天尊穿侠士服出去玩的事情 已经传了回来 侠士服是人间界的人可以穿的 天尊把它这么一穿 那广告效果 在高家村 本村完全无敌 高家村的女人们 抓住商机 拼了命地连夜逢 引得高家商圈 排起了长队 帅 一个年轻人抢到了衣服 钻进室衣间里穿了起来 然后跑出布装 兴奋地大笑 这衣服好帅好 刚说完 就看到真正的天尊 正穿着和自己同款的衣服 站在面前 还对着他笑 高三娃 你在这里搞什么 那年轻人正是高三娃 天尊来了 窝窝 李道玄微笑 挺帅的吗 不错不错 他这么一说 就表明了 自己不介意和别人撞衫了 天尊一向平易近人 深得大家爱戴 围观人群全都欢呼起来 抢衣服的更多了 布装的掌柜春红 笑得脸上都开了花 李道玄看了一眼繁华 又欢快的高家商圈 又想到自己不久前 在河南温县看到的惨状 心里也不禁有点唏嘘 我朝啥都好 就是浮院太辽阔了 要拯救如此庞大的一个国家 任重而道远啊 正想到这里 远处出现一个车队 车上的东西包裹得非常严实 还有民团的士兵押送着 看着车队 好像是从火气局那边出来的 李道玄马上明白过来 这是军工产品的运输队 凑过去一问 果然 这个车队是负责运送下赛波步枪 用的纸包弹的 准备运输十万枚子弹到洽穿码头 再分装送到小浪底 温县这些地方去 高家村的战线越长 以后运输队的责任也会越重 李道玄心里不禁暗想 别的穿越者是怎么做到 分分钟平推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 他们的火冲冰弹药不用运输的吗 好吧 肯定是用了金手指 我也偶尔用金手指帮帮我的小人们吧 李道玄开口笑道 今天我心情好 帮你们运输一段吧 运输队的人 说话间 天空中一只金手的巨手 刷的一下伸了出来 高家村们顿时欢呼起 哇 好久没看到天尊的大手了 巨手瓶放在了地上 不动了 接着 Test02号天尊 率先爬上了金手巨手的手掌心里 坐下 对着运输队招手 把弹药都搬到我的手上来 运输队的人恍然大悟 赶紧把弹药一车一车地 搬上金色大手 摆开了一地 运输兵也全都爬上来 排排 坐在金色大手上 满脸的兴奋 等所有人都坐稳了 金色大手才缓缓地升空 开始向着东南方向移动 先缓缓加速 然后越加越快 风开始大了起来 天空中又伸下另一只金色大手 捂在了大火上面 帮大家挡着风 然后大手 移动的速度进一步加快 刷刷刷 一转眼的功夫 洽穿马头到了 金色大手伸到河边 抓起了一艘大船 抓在手里 继续向东南方向移动 不削片刻 三门狭到了 这里就是李道玄视野的极限了 他这才将船和运输兵们都放了下去 轻轻地摆在了河边 好了 今天就送你们到这里吧 运输兵们 今天的经历 我们能吹一辈子 Test 零二天尊 随着运输船 又一次来到了温县 经过数日的折腾 温县已经重建的出具模样 一片片崭新的街区耸立起来 其中不少防射用上了水泥 建得又整齐 又结实 不过 明朝人不太喜欢水泥房子的外观 不少人自己在拿出木工手艺 给水泥房子外面再加一层木头 然后在这层木头上面 玩出了花来 各种雕刻 竟显我天朝手艺人的艺术水准 李道玄率领着运输队 刚走进县城 就见到河南巡抚樊上报乐呵呵地迎了上来 原来 这巡抚大人闲得没事做 正在城门口溜达呢 刚巧就碰上了李道玄 萧綦霞你的伤不防事了 李道玄 不防事了 都治好了 樊上报 萧綦霞为了老百姓 又是出钱出力 还亲自上战场负伤 真是爱 本官都不知道如何谢你才好 李道玄 没事没事 话说回来我离开这些天 怀庆府那边如何了 一说 这个樊上报脸上就挂上了喜色 怀庆府之围 总算是解了 宣大总督张宗衡 川中百杆兵张凤怡 山西总兵游士路 副总兵左梁玉 各路大军骑救怀庆 刘寇不敢抵挡 向东逃进了太行山脉 又逃掉了呀 李道玄心里暗想 我的介入 让历史发生了轻微的改变 刘寇没能渡过黄河 霍乱河南 但是 他们还是成功地逃进了太行山 也就是说 细节变了 但大方向还是没变 刘寇这一次逃进太行山 就会有一小部分刘寇 翻过太行山 出现在河北省内 而河北省 距离京城并不远 刘寇摸进河北 会造成京城巨震 接着明廷会使出 更凶猛的手段来收拾刘寇 当然 结果是 并不能收拾掉 不管明廷多凶猛 刘寇都能更凶猛 想要干掉刘寇 终究得靠高家村 就在这时候 一对骑士冲进了县城 为首之人 穿着一身飞鱼服 居然是个端端正正的锦衣卫 看到樊上豹就在城门口 那锦衣卫翻身落马 对着樊上豹报了报权 巡抚大人 下官奉皇上之命 来给巡抚大人传个口谕 樊上豹听了这话 不禁疑了一声 皇上派锦衣来传口谕 这还真是奇了 赶紧端正态度 咱们找个没人地方细说 两人向着旁边的房舍里钻去 李道玄悠了一声 走到墙角 放出巴掌大的侦察形小天尊 让那小天尊 跟着樊上豹和锦衣卫 钻进了房舍里 樊上锦 皇上有何吩咐 锦衣卫 福王府写了信 向皇上哭诉小浪底的事情 樊上豹 啊 又是小浪底 锦衣卫 皇上说 这种小破事 本不值得一提 但事关皇家的颜面 也不能不管 就不下正式的圣旨了 让下官带个口谕给巡抚大人 把那小浪底收回来 交还给福王府了事 免得福王哭闹 樊上豹哭笑不得 福王哭闹 这锦衣卫叹了口气 皇上也很难办的 小天尊偷听到这里 也不禁暗乐 这种黑帮小弟 被人抢了地盘 跑去找帮派老大帮忙出头的集市感 是怎么回事 樊上豹长长地叹了口气 请回复皇上 那小浪底本官动不得 锦衣卫 为何 樊上豹道 小浪底自从东汉黄金军造反以来 一直都有水贼作乱 一千多年未平 好不容易来了个白渊 将水贼剿灭 牵移百姓 把小浪底给治理好了 若是把小浪底收回 交给福王 恕我直言 福王府乃来的本事管得好 锦衣卫 樊上豹 福王府一通横针暴脸 将老百姓逼走 小浪底又恢复成水贼窝 于国于民 都不见好事 锦衣卫哭笑不得 倒也是 但福王哭闹 该当何解 巡抚大人 也要为皇上分忧啊 樊上豹作为文官集团的议员 听到福王哭闹这样的说辞 真想说一句 让这傻逼自己哭去 但这话还真不能直说 只好道 这样吧 此事容本官仔细想想 从别的方向找点什么东西 给福王府补偿补偿 锦衣卫 那下官就这样回去复命了 锦衣卫来得匆匆 去得也匆匆 樊上豹则叹了口气 从房间里钻了出来 仰头看了看天空中的云朵 哎 难搞 李道玄从旁边钻了出来 明知故问 巡抚大人什么是难搞啊 樊上豹 哎 没什么 没什么 他话锋一转 萧綦霞 你和白渊先生 好像是很好的朋友 李道玄 是啊 关系还不错 樊上井 那本官有个不情之请 李道玄猜猜到 他要说啥了 樊上豹 关于那小浪底的事 你看 能不能把白先生请来 咱们坐下来好好地谈一谈 你放心 本官没有让他把小浪底 交还给富王府的意思 至于几百两银子租金什么的 本官也觉得 根本没必要给富王府 只是 皇家的颜面也不能不顾 这事 终究是要 有个解决方案的 他这话有理 小浪底这么大一块地方 不能谁拳头 大谁站着 这是任何一个国家或者政府 都不可能纵容的事情 终究是要 有个解决方案的 必须有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 高家村才能一直站着那里 否则就会扯皮 或者打仗 李道玄笑道 行 这事儿 我帮白兄答应下来了 咱们约个时间 找个地方喝个茶 好好聊聊这件事情 樊上豹自去安排下人 通知富王府派人来接制 而李道玄这边就简单了 一个共感就跳到了白云兄前的金线天尊上 几句话一说 这件事便商量完成 三天后 冬日暖阳 晒得人心情舒畅 李道玄晃晃悠悠地走进了神都洛阳 蒲州号称天下之中 而洛阳却号称天下的中心 大家有着近似的称号 只是代表着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辉煌 不同的历史变迁 洛阳城中最大的酒楼上 樊上报摆好了酒席 准备搞三方会谈了 李道玄刚走到酒楼门口 就碰上了白渊 白渊一袭白衣 偏偏加公子 二不对 偏偏加中年 一点也不油腻 一见到李道玄 便一通大礼 李璧才凑近 低声笑道 今天怎么玩耍福王府 李道玄校 和对待秦王府一样 这些满脑肥肠的亲王 手里掌握着大量的土地资源 和社会资源 在我们彻底与朝廷翻脸之前 亲王是值得利用的工具 白渊瞬间明白了 咱们也是时候向洛阳伸手了 李道玄 没错 把西安那一套搬过来就好 白渊瞬间胸有成竹 两人走进九楼二楼雅间 樊上报已经在这里坐着了 在他身边还坐着一个太监 正是有过好几面支援的郑公公 这公公一看到白渊和李道玄 立即哼了一声 摆出一副鼻孔向天的姿态 白渊开口笑道 今天福王府 还是派郑公公出来说相吗 郑公公 王爷何等尊贵 岂会因为区区一个小浪底的破事 亲自来此 白渊也不着脑 他从小就在封建制度 阶层分明的社会里长大 对这样的是可太习惯了 一屁股坐下 郑公公 在下愿意来此 可不是给你面子 而是给巡府大人面子 郑公公 你 白渊 我 这对话就卡住了 樊上报赶紧开口 两位 就别为了庞之末节的小事争吵了 咱们还是直接说正题吧 郑公公 小浪底确实是福王府的封地 这个本官已查实无误 理应归还福王府才是 此话一出 郑公公大喜 但樊上报马上就话音一转 但小浪底在福王府手中时 水贼横生经常劫掠过商旅 弄得黄河上的商人苦不堪言 好不容易在白先生的管理下 理得顺了 若是现在交还给福王府 本官恐怕用不了多久 水贼就又冒了出来 那该当如何是好 郑公公 这怎么可能 这次我们福王府 肯定能把小浪底管好的 肯定 樊上报语气加重 你肯定 郑公公心里虚了 这个吗 樊上报 与其你们自己胡搞一气 不如就交在白先生伸手里 带你们好好管理 岂不美哉 郑公公见巡抚都偏帮白渊 就知道 福王府真的是要被欺负了 这些文官集团 就喜欢欺负亲王 而亲王对此毫无办法 除了找皇帝库之外 还能干吗 难不成造反 他僵硬了好一会儿才到 咱们福王府 本来也没打算把小浪底收回来嘛 只是要他付几百两银子的租金而已 哎 这点租金 他们也不肯给 樊上报又开始拉偏价了 小浪底一直都在水贼手里 什么时候给过福王府租金 何况白先生在小浪底一枚种田 二枚经商 只是在那里建了几个村庄救济灾民 他也没向灾民收田店 哪里交得来租金 樊上报这一次的话 倒是说到重点了 白渊在小浪底没收益啊 没收益 还交什么租金 要是福王府强行收租 白渊撂下灾民们跑了 那灾民们肯定也得搬走 或者灾民们干脆变成水贼 到时候 小浪底又得恢复那鸟样 这事情 福王府并不是不懂 只是假装不懂罢了 郑公公只好贪手 好吧 那你们说 这是怎么解决 白渊拿出扇子 刷的一下甩开 其实这事情很好解决的 在下只是一个小人物 断断不想和福王府交恶 打从内心深处 是想和福王府做朋友的 郑公公 哼 看不出来 白渊 其实我很擅长做生意 我看这样好了 我可以帮福王府打理一些生意 保证你们这些 生意赚钱的大大增加 到时候根本不止几百两银子的事 说不定能让福王府大赚他赚哦 一听说能赚很多钱 郑公公倒是来了兴趣 亲王没有政治上的前途 所以 亲王最喜欢的就是捞钱 福王也不例外 如果白渊真有什么办法 能帮福王府大捞几笔的话 小浪底 还真不是个事 天下没有永远的敌人 利益才是王道啊 郑公公马上顺风转舵了 赚钱的方法 咱们王府倒是很有兴趣 白先生说来听听 白渊 不是在下自吹 在下在西安与秦王府 也有一些生意往来 帮助秦王府赚了很多钱 这一点 福王府只消写封信 找人去向秦王府一问便知 郑公公 唉 这就很厉害了 这话一听 他就信 因为这种一封信 就能问出答案的事情 没人会说谎 若是此人已经帮秦王府赚上钱了 那福王府也不能落后 白渊道 洛阳城西南七十余里处 有一个遗落煤矿 那是福王府家的产业 对吧 郑公公 是的 那是咱王府的煤矿 只是前些日子遭了洪灾 矿洞已经被淹没 至今里面 还积着水 未能再次启用 不知道白先生 提这个事和用意 白渊 在下和福王府的合作 就从这个不起眼的小煤矿 开始如何 由在下派人管理 将煤矿里的水和淤泥清理出来 然后重新投入开采使用 最后的收益 咱们七三分成 我们七 你们三 郑公公 那是王爷家的煤矿 白拿给你 才七三分成 这你也好意思提 当咱们福王府是冤大头不成 白渊微笑 那煤矿就和小浪底一样 我们不去 王府就用不成啊 你们有办法解决 矿坑里的积水和淤泥 你们若是 无法将它恢复使用 别说三成了 连一成也没得拿 郑公公 呃 樊上报 有理啊 郑公公 福王府那个一落煤窑 虽然规模不大 但也能为洛阳提供不少煤炭 各家府上要用炭石 都还指着一落煤窑的炭呢 自从今年六月初遭了水灾 至今已快半年没有产出 现在已是冬天 煤炭更是急缺 郑公公有点尴尬 冬天的时候 王府的娘娘们 也喜欢在房间里 摆个炭火盆取暖呢 如今一落煤窑处于瘫痪状态 王府也一样缺炭 娘娘们点不摇火盆 冷得脾气都大了 逮住下面的人就是乱骂 郑公公迟疑道 你们真有办法重整煤炭 提供产出 白渊 我有办法收拾小浪底水贼 就有办法收拾煤窑 郑公公 七三还是少了点啊 白渊笑道 在下可以保证 七三分成的情况下 王府拿到的那三成 也和以前的收入一样多 咦 郑公公有点小惊讶 也就是说 煤矿交给你的话 收益能比灾钱更高 这一听就有点意思了 白渊 若是你不相信我 咱们还可以签另一种契约 就是 煤矿交给我承包 以后不管亏赚 我每个月都给福王一笔承包金 这个承包金的数额嘛 就和灾钱煤矿的产量一样吧 郑公公心里暗想 那小破煤矿 已经被水焰的没法用了 也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清理出来 就算清理了出来 产量也不会有多高 交给你管 我也不相信 收益能翻几倍 七三分成的风险太大了 落到王府手里的收益 肯定没几个钱 不如让你承包 我福王府就没有风险 能拿到固定的收益 郑公公啪的一排涨 我看就后面这种方案好了 白渊暗乐 李道玄也暗乐 很好 承包制才是对高家村 最有利的机制 这样一来 福王府能拿到的钱 就是一个死数字 不会提高了 而高家村 却可以通过不断的技术改良 来让煤矿的产量不断提高 到时候 福王府怕是要回死 为了预防对方后悔 那就必须要把契约做死了 白渊假装出一副 想要反悔的样子 哎呀 糟糕 我突然感觉第二种方案有点 要不咱们还是七三分成 郑公公 不行不行 已经说好了你再反悔 怎么有你这样的人 必须第二种方案 必须 白渊 哎 这个嘛 哎好吧 他一副答应得很勉强 随时想要反悔的模样 郑公公一看 绝不能让这伙反悔 他赶紧转头对樊上报道 巡抚大人 您看到了 事情可是我们已经谈好的 万一过了几天 白先生反悔了不认 到时候空口白牙 说也说不清楚 我看这样好了 咱们签个死器 巡抚大人来做个见证 白渊假装犹豫 签这么死 不太好吧 郑公公 我觉得挺好 契约就得签死才对 白渊 哎 这樊上报看不惯了 白先生 这次本官可不能再帮你说话了 这契约 你还是签了吧 这样对大家都好 契约一试两份 本官也在上面签个字 做个公正 连巡抚 都开口要做公正了 那还有啥好说的 签呗 白渊憋着着 开始写契约 他的字写很好看 每一个字都端端正正 一点也不潦草 让人想拿错别字来挑事 都不行 毕竟 君子六亿中 输这一亿 他也是很重视的 不一会儿 契约写好 一落煤矿承包 给白渊开财使用 契线为十年 白渊付给 福王府承包款 其款项等于 一落煤矿受灾之前的产量 十年之内 白渊不得因为亏损 或者赚得少 就不向福王府 支付承包款 而福王府 也不能因为 煤矿赚得多了 就要求提高承包款 十年之后 在意 双方签字 按手印 然后河南巡抚 樊上报 也在公正人的那一栏签字 按手印 里程 白渊心中暗爽 看了一眼旁边的李道玄 眼神里全是 眉飞色舞的赶角 李道玄也回给他一个 你干得很棒的眼神 郑公公准备告辞离开 却听白渊开口道 公公别急着走嘛 咱们才刚谈妥一个煤矿 还有别的东西可谈呀 郑公公 还有啥好谈的 白渊 是这样的 福王府在洛阳西边西安县 还有一个铁矿对吧 郑公公 铁矿你也要 白渊 有了煤 肯定就还想要铁嘛 煤铁肯定是不分家的 郑公公心中暗乐 行啊 我福王府赚了一笔 你还怕我赚少了 还要再送一笔来 这遭了水灾的铁矿坑 我福王府要来何用 既然你要 那就都拿去吧 他弹手道 行啊 那就把铁矿的气也一并签了吧 三个时辰之后 郑公公抱着厚厚的一叠契约 回到了福王府 福王朱长巡就和往日一样 郑搂着几个妃子 玩得嗨呢 郑公公开开心心地 将厚厚的一叠契约 摆在了他的面前 启禀王爷 咱们找到冤大头了 朱长巡 哦 郑公公摆一堆被水淹了的资产 摆在了朱长巡的面前 王爷请看 这些东西 都是今年六月 被黄河发大水给淹掉的产业 本来已经一文铜板都赚不到了 没想到来了个冤大头 把这些产业全都承包过去了 以后我们每年 可以从这些产业上 收获数千两银子 朱长巡拿起契约来一番 笑了 还真有这样的冤大头啊 真是奇蠢无比 也罢 有人帮着咱们家赚钱总是好的 郑公公一脸得意地道 奴才还长了个心眼 给这个契约定了个十年 如果那姓白的 真的能把这些产业做好 咱们十年后还能把他们全部收回来 朱长巡 你干得很好 另外 你也去稍稍看着点这几个产业 看看这个姓白的究竟是怎么搞的 本王倒是对他能不能赚得到钱 挺感兴趣 郑公公 奴才一定会好好地盯着的 对于主子的事情 太监这种生物还是挺伤心的 他马上就开始跟进白渊的操作了 首先关注的 就是一落煤矿的事情 那一落煤矿里 现在还装着满满几坑水呢 光是要把这些水弄出来 就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他还真想看看 白渊要用多少人尖挑手扛 要多少个水桶 才能把矿坑里的水清理干净 郑公公派了几个手下 天天蹲守在一落煤矿外面 等着白渊来清理矿洞时 就第一时间回报 他并没有等几天 三天之后 一名手下飞快地跑了过来 公公 白渊准备清理矿洞里的水了 接到消息 郑公公连手上的事都顾不得了 赶紧带了几个手下 骑上快马 往这一落煤矿狂奔 那一落煤矿离洛阳城七十余里 就算快马加鞭 也得要不少时候 等郑公公赶到的时候 就见到白渊的人 已经在矿洞外面里三层 外三层地围着 摆开了诺大的阵仗 准备清理矿洞里的水了 郑公公一行人刚到 就被一个看门人挡在了外围 工地危险 闲杂人等不要乱闯 郑公公哼了一声 咱家代表福王府 你这工地 都是从咱家承包的 咱家怎么就成了闲杂人等了 看门人 你这中年胖子看起来贼眉鼠眼 不像好人 我可不信 你是福王府的人 郑公公怒 岂有此理 咱家就是福王府的郑公公 你压得赶紧去通知白渊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守门人似乎被吓到了 这才慢吞吞地进去通报 不一会儿 白渊就迎了出来 笑嘻嘻地道 哎呀 原来是福王府的郑公公 大驾光临 有失远迎 恕罪恕罪 刚才那个守门的是个临时工 不认识郑公公 得罪莫怪 郑公公还是第一次听到 临时工这种说法 很容易就被糊弄了 完全没想到 是高家村故意派了个愣头青 在这里扫他面子 借机骂他两句 他跟在白渊身后 走进了工地 只见大群工人 已经在矿洞门前围好了 在工人们中间 还摆着一台巨大的机器 那机器好似装个一个锅炉 前面接着长长的管子 工人们正在吆喝 一二三使劲 二三使劲那长管子 就被他们抬起来塞进了矿坑中 矿坑黑洞洞的 看不到里面 郑公公这种贵人 当然也不乐意进去 里面的情形就看不见了 只见那群台管子的工人 进去之后 过了好一会儿才退出来 大声道 好了 管子已经插进沉水了 白渊举起手 开始抽水 接着 那个巨大的锅炉就开始烧火了 呜呜的水蒸气响声中 机器带动的轮子 飞快地旋转起来 机器上接的水管 刷的一下 喷出一股黄水 冲进事先挖好的排水沟中 向着远处流去 工人们欢呼 水抽出来了 郑公公 哎 虽然他没见过抽水机 但是一看就懂了 这台古怪的机器 居然可以把管子里的水抽出来 而这管子 一直连进了矿洞 也就是 能把矿洞里的水抽出来 卧槽 郑公公整个人都惊了 还以为靠着水桶打水 肩挑手扛的 也不知道要多少时间 才能将矿洞清理出来 却没想到 白云居然有如此神奇的机器 那具粗的水管 刷刷地抽水 只怕用不了几天 就能将水全部抽空 不要慌 郑公公心想 就算你能轻易地 抽走矿洞里的水 也不过只是将矿坑 恢复到水灾之前的样子 产出的煤矿 还是和以前一样 咱们福王府收的 就是和以前一样的承包金 不亏 不会亏的 数日后 郑公公又接到了手下的报告 公公 那白云在矿洞口 又玩上新花样了 郑公公 他赶紧又快马加鞭 跑来看热闹 在被新来的临时工手门人 折腾了一阵子之后 好不容易进到工地里面 只见矿洞口 又围着一大圈人 他们正在摆弄奇怪的小轨道 那轨道是一块铁轨 用枕木架在地面上 一直延伸到矿洞深处 轨道上摆着一辆小矿车 车上缠着铁锁 一名工人正将小矿车推进矿洞 那矿车刚开始缓缓滑行 但很快就刷的一下 滑进了洞中深处 郑公公还是补了一下矿洞里面去看 就在外面等着 也不知道那矿车在里面做什么 不一会儿 轨道上面有一个小铃铛响了起来 外面的工人大笑道 好了 可以把车子拉出来了 一个工人开动了蒸汽机 那个抽水的锅炉机器 现在变成了抽绳子 他把铁锁拉呀拉 拉呀拉 铁轨上就响起了轰隆隆的声音 不一会儿 刚才滑进矿洞深处的小矿车 就被拉了出来 车子里装着的是满满的一车矿石 下货 一名工人一边吆喝着 一边走过来 用一个铁钩 勾往小矿车侧面的板子 一拉 那矿车侧边的板子就翻开了 车身轻轻一歪 整车煤炭时就倾倒在地上 接着 工人给他盖好侧板 向矿洞里一推 那小车刷的一下 又划回了矿洞深处 郑公公 他看懂了 白远搞得没摇 根本不需要煤矿工人 尖挑手扛 把煤炭从地底背出来 而是利用这个小矿车 可以实现极高的运输速度 如此一来 工人都不需要来回跑了 他们只需要在地底下不停地挖 把挖出来的矿石 扔进小矿车 然后小矿车转眼间 就能回到地面上来 这这 这样挖煤 不得了 郑公公突然发现 这煤矿的产量 只怕不止翻几倍那么简单 怕不是十倍 二十倍 三十倍都有可能 早知道 就让他分给父王府三成 而不是签个死承包合同了 啊 郑公公心疼得不能呼吸 突然一下子想到了什么 转身对跟着自己来的几个手下沉生道 关于这个煤矿的产量 绝不能告诉王爷 所有人的嘴都给我把紧点 他那几个心腹心下 瞬间明白过来 亏了不打紧 只要王爷不知道 这个新矿坑的产能 他就以为自己收的承包金是大赚特赚的 这样一来 就会达成所有人都赚了的世界 没有人会亏 心腹心下们 赶紧表忠心 公公放心 这事情 我们死也不会说出去的 王爷那边绝不叫他知道了半点消息 郑公公点了点头 这样就好 这样就好 咱家可是很忠于王爷的一辈子 都鞠躬尽瘁 为王爷笑死命 像煤矿这种又脏又臭的矿坑 王爷这么高贵的人不宜来操心 有咱家带他看着就可以了 心腹们 郑公公所言极是 崇祯五年 公元1632年 冬 十二月 很冷 不知道为啥 最近这几年 比以往的年间要冷得多 穷苦老百姓们 缺一小时 在这样的寒冷天气下 一天比一天活得艰难 往年冬天 手里 有点钱的居民们 还能买点煤炭 在家里弄个小火盆取取暖 但是今年因为黄河 绝地于孟金口 大水淹没半个河南平原 使得洛阳城周围几个煤坑 全部停产 老百姓们 连买炭取暖都做不到了 全靠苦撑 不过 寒冷的日子 在今天突然 宣告终结 十几辆大车 依次驶进了洛阳城 驶进了官办的煤炭行中 由河南巡抚樊上报亲自宣布 大家又可以买到煤炭了 这个好消息一出来 全城的老百姓 都不禁沸腾 大量的老百姓 冲到了官办的煤炭行 来看热闹 穷人买不起 但吆喝两声没问题 小康之家的人则 已经在排队往前挤了 郑公公躲在街角远处 偷看这一幕 心里真是百味沉杂 而樊上报看着这一幕 却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这就是政绩啊 政绩啊 他正笑得开心呢 就见到神州旗霞 萧秋水 走到了他的面前 笑着 对他挥了挥手 巡抚大人 心情不错呀 樊上报微笑 都是多亏了萧旗霞 帮本官化解了 白渊与富王府的恩怨 还顺便解决了名声问题 本官已经准备将这次的事情 写成一篇奏书 上表朝廷 夸奖一下富王府与乡绅通力合作 为河南受灾老百姓 解决生活困难的事情 礼到玄校 不错不错 做成个表率 全天下效仿是吧 樊上报 全天下理应效仿 两人正聊到这里 一起快马飞来 马上骑士急速到 巡抚大人 皇上写了一封信给您 信 不是圣旨 嗯 只是信 樊上报接过信件 一看 信里先是骂了他几句 说他放了 山西流寇进河南 是失职 然后又夸了他几句 说他抓到南营八大王 借送进京 立了大功 功过向抵消 就不赏他也不罚他了 樊上报叹了口气 转向李道玄 真是多亏了萧气侠相助 这一次 若是没有萧气侠出手 本官这乌纱帽 都险些不保了 李道玄心里暗想 好像我又改变历史了 历史上 樊上报因为防守不力 被山西流寇攻进河南 祸换了好几个县 因此 被隔职回家吃自己了 崇祯六年二月 新的河南巡抚悬末 就会走马上任 接手被祸祸的河南 这个烂摊子 结果悬末也接不住啊 没用多久 又被急了值 而现在 朱友简明显没有要及樊上报的意思了 他说不定 还能在巡抚位置上 多坐上一阵子 樊上报压低声道 这话 我也就只能和萧气侠说说 和别的人说 都不太合适 现在皇上也有点走极端了 地方文官在政绩上做的多出色 都没有剿匪的功劳大 只要剿匪拿出点成绩 皇上马上就龙年大月 加官进爵 真是搞不清楚文官的职责了 李道玄笑着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候 居然又有一匹快马跑了过来 这次的到了樊上报面前 报道 川中百杆兵张凤一步 即将抵达温县 准备进入太行山剿匪 李道玄听到这里 心里暗想 张凤一又来了 这次独演马马祥林 没有一起来吗 总觉得 这剧情好像似曾相识 他依稀记得 自己通读一遍名史的时候 好像再读到过这一段 但又有点想不起来 直觉感觉不妙 巡抚大人 我还有点事 就先告辞了 李道玄道 樊上报道 萧綦霞请自便 李道玄走进煤炭行中 这里面已经有许多高家村的人了 名为官办 实则是高家村办 他往桌边一坐 吩咐道 立即把我这个身体 运到温县去 说完 杰树贡赶 回到了箱子外面 打开电脑 开始查资料 一查就查到了 他的记忆果然没错 重真五年 独演马马祥林 与他的妻子张凤怡 奋兵了 史书说 马祥林难悬 不知道悬了个啥 而张凤怡 还继续在河南剿匪 大约两三个月之后 张凤怡就会被刘寇包围 在侯家庄战死 侯家庄在什么地方 李道玄拿地图软件一搜索 瞬间查出来一大堆侯家庄 根本查不到 他具体死在哪里 史料记载乱七八糟 有说他死在河北永年侯家庄的 有说他死在山西窦庄旁边的侯家庄的 还有说他死在河南某个侯家庄的 这就很尴尬 算了 见到他再说吧 温县 张凤怡率领着一千名川中百杆兵 来到了温县县城 温县本来不在他的行军路线上 他本打算向北 追缴淮庆府附近的流寇 但流寇遍地乱跑 在河南的休武县 淮庆府 武社县等地方来回横跳 张凤怡也只好跟着到处乱跑 跑来跑去 也就跑到温县来了 在一片废墟中 见到一个幸存的城池 倒也是一件让人开心的事情 而且刚走到城门口 他就发现了一件更开心的事 这里的支县陈元波 胸前绣着一个熟悉的刺绣 而且还是银线绣的 他还记得 在蒲县时 曾经得到过行红狼的部队的增援 那行红狼部的部队 几乎每一个人的胸口 都绣着一个这样的图案 虽然不知道 这图案代表的是哪位神仙 但肯定不是 会是坏神仙吧 陈大人 张凤怡对着陈元波抱了抱拳头 本将军率川中百杆兵 追留山西群贼 人困马乏 需要在桂县暂时驻扎一下 放心 明天一大早 我就会离开 会好好约束士兵 不给温献添乱的 陈元波脸上露出了真诚的笑容 欢迎之至 张将军的大名 在下早有耳闻 他转过身去 安排人接待张凤怡和白丹兵 给他准备食物什么的 正在这时候 胸前的银线天尊突然开口了 低声道 张凤怡打算什么时候离开 陈元波 张将军说 明天大清早就要离开 银线天尊 明早吗 很好 来得及 半夜三更 TEST 02天尊乘坐的小船 终于来到了温献的岸边 李道玄下了船 又换成上了特制的兼顾马车 终于 天空还差一点点雨堵白的时候 李道玄赶到了温献 刚到县城门口 就看到川中白干兵 正在整装待发 在温献的驻扎 是白干兵最近这几个月 行军中最舒服的一晚 不但睡觉的地方很安全 陈县令还送了许多好吃的给他们 让他们有一种和行红狼的部队一起 在黄河边等来了运输船 然后一起煮午餐肉吃食的幸福感觉 他们超喜欢和这些胸口 绣着天尊像的人待在一块 这里的人长得又好看 说话又好听 个个都是人才 可惜现在要离开了 走出温献 马上就又要和凶残的流寇作战 这未免有一种 即将从天堂走进地狱般的感觉 很不舒服 张凤怡站在县城的门口 深深地看了一眼 这个温馨的小县城 准备挥手作别 就在这时候 一辆特制的超街式马车 冲到了城门口 马车上跳下一个年轻英俊的大帅笔 对着张凤怡挥了挥手 嗨 张将军 你好呀 张凤怡闻声回头 一看这人的脸 就愣了愣 好熟悉的一张脸 总感觉在哪里见过 是哪里呢 他猛地一下想了起来 行红狼的胸口 陈县令的胸口 那些帮助过川中百感兵 和他的人的胸口 都绣着这张脸啊 你 你是 张凤怡突然发现 自己还不知道他的名字 但却已经知道了 这个人举足轻重 实力雄厚 李道玄微笑 我叫李道玄 不过 我最近化名萧秋水 到处在恶搞 所以 张将军不要把我的真名说出去哦 我这真名 就只告诉我 认为可以交朋友的人 张凤怡 这就很僵硬 张凤怡只好尴尬地笑了笑 可那萧先生 你好啊 以前多蒙你相助 是到如今 才知道数次助我川中 百感兵的人是您 李道玄 也没帮上什么 说到这里 李道玄心中暗想 我该怎么救他呢 预先点出他 会在哪里被包围 不行 点不出 我根本查不到侯家庄的真正位置 顶多只能告诉他 别去侯家庄 但他在行军的时候 走进一个小荒村一问 才知道自己 走进了侯家庄 然后就发现 已经被包围 走不掉了 所以 这种程度的泄露天机是 没有用的 救不了他 那换种方式 劝他赶紧回老家四川 不要掺和河南流寇的事了 不行 告诉他会死 他不一定会相信 如果不泄露天机 他就肯定不会听劝 他如果是个怕事避战的人 川中百感兵 就不会有美名传于后世了 李道玄想了半天 最终有了主意 张将军 我有个小小的要求 所谓天下新王 匹夫有责 追缴流寇之事 关系到天下苍生设计 那当然也是人人有责 所以 在下想加入张将军的部队 做一仗前小卒 一起去追缴流寇 听他这么说 张凤怡不禁愣了愣 有没有搞错 秦红狼 陈县令等人 胸前都有你的刺绣像 说明你是他们的首领 那就是一个很厉害的大人物呀 你这么大个人物 要加入我的军队 做仗前小卒 谁的 但李道玄刚才言中之意 甚是诚恳 明显是认真的 他只好点了点头 以萧先生的人品武功 做军中军师 绰绰有余 他这么一说 那就是答应了 李道玄 那就叨扰了 陈元波从旁边凑过来 李声道 天尊 你要带多少人一起去 李道玄本想一个人跟去 但想了想 一个人不行 他经常要切换视角 一旦切换了 这test 零二没人操纵 就会发愣 那可跟不上白杆兵的行军速度 压低声道 你去挑五十个人来吧 主要是负责驾车 当我神游之时 帮着照看一下我的法身 陈元波 属下马上去安排 不一会儿 一支特别行动小队准备好了 五十人 不算多 但五十把下赛波步枪 倒也算是一股相当强大的战力了 唯一问题是 他们一旦跟着白杆兵走了 就会断绝高家村的后勤支持 他们携带的子弹 会打一发少一发 所以 不到关键时候 这五十个兵 最好是别出手 陈元波又去安排了一波食物什么的东西 既然天尊都跟着白杆兵走了 那高家村对白杆兵的支撑肯定要最大化才行 各种行军方便携带的干粮都给白杆兵的士兵们带上 装五餐肉的竹盒子 每人塞了好几盒 害得川中白杆兵 这只以行动迅捷著称的队伍 走得慢吞吞的 白杆兵们虽然负重 但是心情却极好 背着大量的食物上路 谁能不开心啊 一千零五十人的奇怪军队离开了温县县城 向着修武县的方向前进 李道玄长时间躲在马车里 也不出来 张凤怡其实对他挺好奇的 但他一个女将 却也不方便老是缠着一个年轻男子尬聊 也就不主动来和李道玄说话 也不知道走了多久 前面出现一个被破坏的县城 这里就是修武县了 数月前 李自成攻破修武县 转进淮庆府 为战略失误的流寇打开了新局面 而这个修武县城受到的伤害 比温县有过之 无不及 县令刘凤祥战死 县名几乎被杀了得干净 城里的建筑物也几乎全部被烧毁 前方斥后来报 四川总兵邓记 正在残破的修武县里驻扎 四川总兵邓记 李道玄对这个名字有点印象 也是名墨镇压流寇比较著名的一个将军 史书里经常能看到他的名字 岂有小孝 大小数百战 所向克杰 他正在这边查邓记的资料呢 前方的破城里 迎出一个长得并不高大 看起来短小精悍的中年男子 对着张凤怡挥手 独眼马的婆娘 我们两个居然在乐点碰倒起了 他这一开口 就是满满的川味 李道玄出生于双庆市 倒是听得懂四川话 眉头微皱 独眼马的婆娘这个称呼方式 实在难听了点 这人很没礼貌啊 张凤怡显然也有点不喜欢这个称呼 微微皱起了眉头 邓将军 你也来了 你不是去了东北莱州 对付孔友的叛军去了吗 邓起黑黑笑 老子在莱州立了大功 凯旋回川 走到半路上 听说贼子包围怀庆府 兵部钓老子 来这里解怀庆府的围 结果我到了怀庆府 才听说 贼子逃进山里了 现在扑了个空 就只能在修武县里暂时待着 说到这里 他脸上露出不耐烦的表情 这狗日的地方 鸟都不拉个屎 我想在县城里 来找县令讨点粮 才发现县城里 居然人都没得两个 他大大咧咧咽叶道 你那有多的粮没 分点给老子 回了四川之后 再还给你 张凤怡心中暗骂 你会还才怪 傻子才会借你粮 他摇了摇头 我们川中百杆兵 也是从辽东战场回来的 也没多少粮了 自己都不够吃 借不了你 邓起骂骂咧咧地道 妈的 个个都喊没粮 没粮 没粮 老子手下的兵没粮怎么打仗 张凤怡不想听他抱怨 问道 我刚从温县那边过来 离战场有点远 你知道现在流寇的动向吗 邓记 老子晓得个屁 两人正说到这里 突然见一骑快马飞奔而至 马上骑士滚安落马 脸上表情极慌的那种大吼道 啊 能在这里碰上两位将军 那就太好了 请两位将军速速救援 张凤怡表情一紧 怎么了 邓记却骂骂咧咧地道 又是哪里要老子救 那姓氏飞快地道 刘寇钻进太行山后 不知所踪了一段时间 就在几日前 刘寇突然再度出现 闯王翻过太行山 出现在了河北境内 严正虎聚交城 禁逼太原 上天龙聚无城 禁逼坟州 紫荆梁 吸引八大王公庆州 五湘 张凤怡 哎 邓记 哈哈哈哈 又开花了 又开花了 张凤怡转过头 怒瞪了他一眼 你笑个屁呀 赶紧救援才是 你打算救援哪里 邓记 老子救个屁 没有粮 老子哪里都不救 先去找点粮食再说 那骑士大吉 怎么能这样 邓记 算了算了 还是随便救个地方吧 老子干脆去河北看看 河北那边应该有粮 在路上搞点粮 然后把跑进河北的流扣收拾掉 说完 邓记转身就走 一边走 嘴里还一边在骂骂咧咧地 满嘴四川脏话乱飙 张凤怡认真地考虑了一下之后 道 太原和焚州都太远了 我就不了这么远的地方 庆州和五湘 倒是比较近 我干脆就去救援这两处吧 坐在大车里的李道玄 刷的一下跳了出来 张将军 刚才你也听到了 攻打庆州和五湘的 是紫禁梁和西营八大王 这可是贼军主力 那紫禁梁现在是贼军老大 西营八大王 也是凶残狠毒之辈 你只有一千兵力 还是别主动去挑战 这么强大的敌人吧 王家印死后 紫禁梁就是老大 他麾下的主力部队 也全是凶悍的边军 以张凤怡这点兵力 还真是不该去碰紫禁梁的 张凤怡却摇头道 咱们不能因为贼子强大 就不救城池 那些被劫掠的老百姓 就盼着官兵去搭救呢 贼子虽强 我们也未必没有机会 只要去拖上一拖 等着张宗衡 左梁玉 徐鼎晨的大军到来就好 李道玄轻叹了一口气 他说得有理 这下总算明白了张凤怡是怎么死的了 以卵击石啊 看来 侯家庄就在庆州 五湘这两个地方中的一个 既然知道了大致方向 倒也不是没有救他的机会了 庆州和五湘 离自己的哪个地盘最近 李道玄坐回了马车里 然后刷了一下 意识跳回到了箱子外面 打开地图软件 仔细一查了一查 很快就查到了 庆州和五湘两地 在山西中部 而李道玄掌握的地方 离这里最近的 就是平阳府 目前驻扎在平阳府的 是王二和白猫 这两员大将 白猫还带着官兵千总的身份 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击 那就决定了 李道玄的神志 刷的一下 跳向了平阳府 冷 十二月 很冷 但只是干冷 没有雪花 平阳之府 窦文达 正黑着一张脸 翻看着朝廷的底报 白猫穿着一身戎装坐在旁边 王二假装成他的手下 站在白猫身后半步的距离 窦文达叹道 贼子又来了 突然一下子 从太行山里钻出来 兵分树路 一下子又闹得山西鸡犬不宁 哎 他们居然已经到了 庆州和武乡 离咱们这里 仅仅只有两百里 王千总 最近这些天 你可要做好防备啊 事后什么的 多放点出去 窦文达一脸担忧之色 本官真害怕 有一天早上起床 就发现平阳府 已经被贼子包围了 白猫点头 嗯 放心好了 我会守好平阳府的 他刚说完这句话 坐在他肩头上的不偶天尊 就动了 凑近到他耳边 压低声道 准备出兵 去救援庆州和武乡 白猫一听这话 瞬间改口 对窦文达道 我刚想了一下 躲在府城里防守 太耸包了 不是我被军人应该做的事 既然贼子已经到了庆州和武县 我被军人 就应该主动出击 杀敌于百里之外 窦文达 这一惊飞小 他一把抓住了白猫的胳膊 王将军 切勿胡闹 你只是一个千总 手下仅仅一千兵力 那攻打庆州和武乡 却是紫荆两本部 白猫 大丈夫马格果师 根本不虚 知府大人 你率领民团守好平阳府吧 末将去去就来 窦文达 别这样 留下来守城啊 你不能丢下 我们走掉 这平阳府没有你不行 白猫 知府大人似乎忘了 末将并不是平阳守备 只是一个从山西过来 负责包围追击贼军的牵货 我一直留守平阳 是不合规矩的 还是应该果断地追着贼军打 方不负皇上对我的期许 窦文达 无语泪明烟 就在白猫率军出击 前往庆州和武乡的同时 守着黄河龙门大桥的时间部 也同时得到了天尊的通知 时间也点起一千人 开始向东出发 驻扎在蒲州的老南风和雇员老边军们 也开始向北出发 驻扎在河东城的行洪狼部 是高家村的主力部队 留下一千人 驻守河东道 另外派出三千人 由行洪狼 承旭两人各领一千五百人 分两路出发 行洪狼狼部向北出发 而承旭部先向东至近城 再向北来与李道玄会合 高家村多年来经营起的数个据点 同时派出了大军 铺开了大网 川中百杆兵 正在飞快地行军 一路飞速行军 穿过数个州线 赶到了陆安府 陆安府也即是现在的常治市 城池高大 威武城墙后时 里面驻守着一千位锁兵 靠着高大的城墙 和城中数万百姓死守 倒是没有被贼子攻破 但陆安府外面的县城 乡镇 农村 却已经被流寇祸害的一片糜烂 张凤仪率军赶到城下 也不进城 只是仰头 对着城里的守军问道 贼军现在何处 守城的卫锁兵 达不上来 只是拼命地摇头 贼军来攻过一次陆安府 不客 他们就转向北方的庆州 五乡两地了 我们连赤后都不敢派出城外 所以完全不知道贼军的去向 城外的情况也全然不知 张凤仪气得不行 赤后都不敢出城 太过胆小 卫锁兵们也委屈 我们没有战马 普通的车马他不顶用啊 张凤仪 李道玄轻叹了一声 卫锁兵也就是被朝廷允许 被假的农民而已 就不要太恳求他们了 张凤仪仔细想了想 这倒也是 叹了口气 此地距离庆州 还有一百多里 他也不想在这里耽搁了时间 引马继续向北 不过 从这里开始 李道玄就知道 前面开始不安全了 天知道侯家庄会出现在什么地方 李道玄现在被张凤仪请为军师 那当然要说点像军师一样的话 张将军 从此处开始向北 就是流寇肆虐之地 咱们也把赤后放出去 尽量放远些吧 张凤仪 嗯 这是应该的 他立即派出庶民赤后 向前前方远远地散了出去 李道玄心里暗想 白杆兵乃是明末著名的强军 张凤仪也是上了史书的将军 放出赤后侦查敌情这种基本操作 按理说没有我提醒 他也会做得很好 所以 侯家庄之意 应该不是单纯的赤后 没探查到浮兵导致的被围 那像他这样的将军 加上强大的白杆兵 是怎么被贼军给围起来的呢 实在有点匪夷所思 我一定得小心注意细节 找了找自己的高家村的部队 白猫军来得最快 离这里只有一百多里了 时间次之 还有一百五十余里 行红狼 承旭 老南风 这三支部队 离这里还有两百多里远 支援过来尚需时间 李道玄很想开口 让张凤仪行军慢一点 但他一看到张凤仪心急火辽 要去帮庆州和武乡两地的模样 就知道劝了也没用 还是作罢吧 大军继续向北 一天走出了四十余里 路上只要碰到本地老百姓 李道玄就会去将他拦下来 给他一块小小的碎银子 然后问他 附近有没有一个叫侯家庄的地方 幸运的是 一路问过来 并没有听到侯家庄这三个字 当天傍晚 事后突然回来报告 前方屯流线 发现一支贼军 正在县城中截掠 张凤仪二话不说 领军杀了过去 那贼军打着一面大旗 上面写着三个大字 金刚钻 是个完全没听过的角色 被白杆兵一冲 立即就溃不成军 逃散开去 白杆兵夺下县城 才发现 城中到处是老百姓的尸体 老处都是烧毁的房屋 这画面虽然已经看过无数次 但再次看到 还是让人黯然神伤 张凤仪更加不想拖延时间 只想尽快干掉流寇 在破败的囤流县城里 休息一了晚 第二天大早 继续挥军北上 庆州城已经破了 紫荆梁王自用的大军 此时正囤扎在庆州城中 而另一股流寇吸引八大王 张献忠 则在不远处的五箱抢劫 怀庆府城下一站 贼军发现 把二十万人摆在一块 会导致食物不够 所以就听从了李自成的意见 再一次分散开来 各抢各的地方 王自用刚刚将 庆州城关库里的粮草弄了出来 大大的赚了一笔 小有点开心 突然听到一名手下回报 老大 金刚钻在抢劫屯流线时 遭到川中白杆兵的攻击 伤亡惨重 刚刚逃了回来 王自用 又是白杆兵 这白杆兵也实在是太讨厌了 蒲县 大宁在山西到处追着咱们跑 真是烦不胜烦 没想到 过了没多久 又窜进来一个手下 老大 青贝郎在屯流北面的郭家装抢劫时 被川中白杆兵袭击 损失惨重 青贝郎刚刚逃了回来 身上两处见伤 王自用 什么 又是白杆兵 他连生气都还没来得及呢 外面又跑进来一个手下 老大 云里守在郑沟村 被白杆兵攻击 大败 云里守只带了八十几个兄弟逃回来 别的手下全都跑不见影了 王自用 白杆兵这么厉害的 旁边钻出一个有点小聪明的头目 名叫阁沟飞 低声道 老大 川中白杆兵虽然厉害 但兵力本就不多 现在还分成了两步 一步由独眼马马祥林率领 已经南下回川了 而现在还在山西这一步 应该只是张凤怡率领的分队 总兵力只有一千 王自用皱起眉头 那就是说 很好对付 格勾飞 是的 白杆兵再强 也只有一千人而已 我们多召集几路兄弟 白好阵势和他硬拼 他根本不是我们的对手 好 王自用大声道 召集我的本队 我们南下 去迎击川中白杆兵 我倒看看 他张凤怡只有区区一千人 能玩得出什么花样来 西岭村 白杆兵刚刚在西岭村打了一场胜仗 将一名叫做旧地滚的贼军头目 打得屁滚尿流 狼狈逃窜 村里残存的十几个老百姓 从地窖里爬出来 全身还在颤抖 就见到一个英俊帅气的大帅比年轻侠客 对着他们招了招手 乡亲来 来来来 我给你们点银两 你们拿着银子 赶紧去南边的陆安府躲一阵子 老百姓们赶紧围上前来 千恩万谢 李道玄一边让人给他们发银子 一边对着他们问道 你们知道 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叫侯家庄的地方吗 村民们面面相去 好一会儿 一个老头儿走出来 从本村向北 沿着官道走二十余里 有一个侯家庄 是个很小的村庄 里面也没什么大户 不知道 老爷您问那个村庄有何事 李道玄皱起了眉头 侯家庄出现了 我操 李此地二十里 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另一边张凤怡远远地瞥了这边一眼 心想 李先生又在问侯家庄了 不知道他为啥 对侯家庄如此执着 一路上见人就问 莫非 是小时候 他在侯家庄 认识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 约定了将来长大了 要回去娶她 但是长大了之后 却忘了侯家庄在什么地方吗 嗯嗯 这可能性不小 股市车马慢 又没有手机电话 有些人 一错过就是一辈子啊 就在这时候 白杆兵的赤后 纵马狂奔了回来 急速报道 将军 柴京梁王自用的主力部队过来了 人数大约五万 这句话吓了张凤怡一跳 五万 赤后点头 我远远地看了一眼 五万 除掉老若妇孺的话 最少也有一半的可战之兵 李道玄听到这话 猛地一下转过头来 心想 侯家庄就在附近 贼兵五万过来了 这他娘的 不会是就这样被围在了侯家庄吧 他正打算开口说 不要去北边 就听到张凤怡道 贼子五万 我军只有一千 不可力敌 传我命令 全军向西南 夺入老爷山 李道玄 颐 颇有点意外 张凤怡并没有去踩坑啊 或者说 张凤怡并不蠢 他明显不可能 犯这种兵家之大忌 走走走 赶紧走 张凤怡开始催促老百姓了 村子里残余的十几个老百姓 拿了李道玄给他们的银子 飞快地向着南边的陆安府去了 张凤怡确认他们走远 村子里再也没有人了 这才挥军向西南方向退去 西岭村的西南边 就是后世著名的老爷山 此山海拔1226米 山高林深 地形复杂 1945年的时候 著名的上党战役 就是以老爷山为主战场 可见这座山 有着多么重要的战略地位 平时官兵剿匪 刘寇顶不住官兵的压力 就会退出境大山之中 借着山区与官兵周旋 没想到这一次居然反过来了 刘寇大军压境 张凤怡却不往着平原跑 而是往着山林里退 大家跑到老爷山下 这座山在后世成了风景区 修着漂亮的路 但现在却是一座野山 山上连道路都没有的那种 李道玄瞥了一眼自己的特制大车 发现他用不了了 好吧 接下来就不能偷懒 让车子载着 Test02走了 必须得全程由他来操纵着走才行 用共感 切别的视角时 也只能在不走路的时候 也许 是时候把玩 星际争霸时的多线操作 APM300的技术 拿出来用一用啊 李道玄决定试一试 他首先迈步向前走 当脚步跨出去的那一瞬间 立即切视角 到了高处肩头上 坐着的木偶天尊身上 张开嘴唱道 太阳当空照 木偶天尊身体里 继续唱道 花儿对我笑 马上切线回来 这一边的第一步刚刚落地 他马上迈出第二步 就在脚步刚迈出去的一瞬间 又切线回到刷地一下 又切回来 再走一步 然后瞬间又切过去 小鸟说 早早早再切 终于把儿歌唱到了最后一句 你为什么背着炸药包 高初五 天尊突然唱歌了 还问我 为啥背着炸药包 行红狼 天尊可能是觉得你太憨了 怕你忘了此行的任务 特意来考考你呢 你还记得 咱们为啥要出征吗 高初五 我们去打流扣啊 行红狼 你原来还记得呀 我丈夫其实很聪明的呀 高初五 嘿嘿嘿 初五 红狼 两人碰的一声抱在了一起 木偶天尊刚好切线过来 正准备唱着首歌的下半段呢 刚好看到这一幕 双眼顿时遭遇暴击 歌也将注唱不下去了 而且 连流畅的双线操作都给中断了 等他想起来 赶紧切回另一边时 才发现 Test 零二天尊已经失去了平衡 他切过来的一瞬间 刚好摔倒在地 发出碰的一声闷响 张凤怡的头转了过来 一脸担忧 萧先生 你怎么了 不打紧吧 李道玄双手撑得爬起来 嗨嗨 不打紧 我在想事情 稍稍走了个神 张凤怡关心地道 在想侯家庄的事 李道玄 疑 张凤怡轻叹了一口气 萧先生 人生有时候 是会留下一些遗憾的 过去的事 就让他过去吧 李道玄 我在想的是未来的事 你怎么扯到过去的 张凤怡 就让他留在回忆之中吧 李道玄 算了 抓住重点 不纠缠细节 李道玄 舍弃了大车 将他藏在山脚下的一片树林之中 然后跟着百杆兵一起步行 走上了老爷山 山高灵密 攀爬不易 五十名名团士兵 走得十分艰难 但川中百杆兵 却好似走平地一般 轻松无比 四川多山 川中人本来就擅长山地行军 更何况百杆兵的老窝万寿山 更是险山中的险山 百杆兵们 从小在险峻无比的万寿山中长大 老爷山在他们眼中 其实和平地的差别不太大 百杆兵在山坡上 跑得跟飞似的 五十个名团士兵 火腿都甩圆了 也追不上 李道玄也同样面临爬山问题了 不过他倒还好 机械身体走路 不是靠的李道玄燃烧边游 而是靠玄学驱动 只不过 这个机械身体 能使出来的力量 是由体型来决定的 体型小的侦察型天尊 只能使出很小的力气 而等身体型的Testo二天尊 能使出来的力气 与一个普通成年男性差不多 上次在寄山使用的 那个八米高的天尊 能使出来的力气 与一个巨人差不多 玄学 就是如此神奇之物 李道玄正得意呢 突然脚下传来咔嚓一声响 别人能正常走过去的垫脚石板 却承受不起他的体重 被他一脚踩断成了两半截 石板下面是条沟 李道玄哗啦啦一下滚进了沟里 因为身体太重 他这一滚 沟壁上的草木 全部被压扁 撞断 仿佛一个推土机 刷地推出来一条路 张凤怡 啊 萧先生 你没事吧 李道玄从沟底爬起来 没事 毫发无伤 张凤怡 跟着我们钻着荒僻山沟 真是难为萧先生了 李道玄 真的没事 小问题 他手脚并用 好一会儿才从沟里爬了出来 笑道 继续 这样还挺好玩的 第二天 大清早 李道玄睡醒之后 赶紧供赶到箱子里来 才发现 百杆兵们早早就已经起了床 已经在准备作战了 旁边的名团士兵凑上前来 小声向他汇报 昨天晚上 紫禁梁部的贼军 已经到了山脚下 在山脚下大声吆喝 还点亮了很多火把 对着山上耀武扬威 李道玄 哦 但他们不敢半夜三更上山 夜爬自己不熟悉的山 太危险了 名团士兵道 今天白天 他们就会攻上来了 李道玄点了点头 心想 这里并不是侯家庄 应该没事吧 蝴蝶翅膀 应该没扇到这里来吧 且不急 观察一下张凤仪要怎么做 只见百杆兵 已经在山腰上 构筑好了防御攻势 用石头叠起来的 小圆环形防御台 弓箭手 已在防御台中待命 穿中百杆兵的主力武器 虽然是百杆枪 但并不代表 他们不会用别的武器 弓箭基本上大部分士兵都配有 其中还有一小部分士兵 配了三眼神冲 李道玄在后世时 去参观过万寿寨遗址 就见到到寨中摆放着出土文物 百杆兵用过的三眼神冲 所以现在看到他们 拿出三眼神冲 倒也不觉得意外 张凤仪看到他在 打量自军的三眼神冲 脸上倒是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我军的冲太弱了 与萧先生的部队使用的火冲 不可同日而语 李道玄笑 以后咱们多交流交流 关于火冲技术 我也可以帮着你们发展发展 张凤仪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大规模使用火冲需要太多钱了 咱们万寿债玩不起的 实不相瞒 我们老家的土家族老百姓 现在连吃饱饭都还成问题 根本没资格去鼓刀火冲 这些三眼神冲 还是从朝廷那里讨来的 李道玄点了点头 不再提这个 他也不打算在大明朝廷灭亡之前 就帮百杆兵搞火冲 因为百杆兵的总帅秦良玉 是一个大忠臣 搞不好 自己的新时代军队 到时候还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呢 要帮助百杆兵制作新式火冲 应该是在政权的问题尘埃落定之后 或者百杆兵立场鲜明地帮自己了之后 此时山下响起了号角声 紫禁梁部的贼军开始攻山了 一来就是铺天盖地 漫山遍野的 全是人头涌动 百杆兵拿出昨天晚上李道玄睡觉时 准备好的滚木雷石 对着山下一阵乱砸 弓箭 三眼神冲 全都对着山下猛轰 山腰上的那些用石头围成的防御台 现在全都变成一个又一个的火力点 这些火力点居然能形成交叉火力 给爬坡的贼军 带来了270度的被围攻体验 体验感直接拉满 贼军也用弓箭还击 但防御台保护着百杆兵 贼军 从低处向高处射箭 那效果实在差劲 基本上没法对百杆兵 造成任何威胁 最前面的汉匪 好不容易冲到了防御台上 想要翻进去砍弓箭手 但刚一翻进去 就看到树杆白杆枪迎面来 这些白杆枪 招式灵活多变 配合又十分巧妙 汉匪们根本无力招架 眨眼间就被捅死在地 接着 他们的尸体 就变成了滚木雷石 被白杆兵从山坡上丢下去砸人 效果还真不错 一砸 就砸得下面的人 发出惊恐的鬼叫 没用多长时间 冲在最前面的贼军 就被打崩了尸气 冲不动了 任由后面的贼军怎么催促 前面的人也不敢再向上冲 不少人开始了向后退 士气崩溃 是有传染性的很快 贼军整个军阵都跟着崩溃 仿佛蝗虫一般攻山的队伍 全都退了下去 山坡上只留下了一些贼兵的尸体 遍地剑矢和武器 李道玄的人 全程一枪也没放 欣赏了一场真正的明朝战役 看得还挺过瘾 川中百杆兵 真是名不虚传呀 打山地战的水平 让人叹为观止 李道玄由衷地夸了一句 接下来半天时间 刘寇都不急着攻山了 明显是在研究 怎么攻这破山比较好攻 还有机队刘寇绕到了侧面 似乎在寻找更适合上山的地点 张凤仪却早就已经派赤后 把周边的地形全部摸熟了 带了几个小队 埋伏在旁边的山坡上 等贼军的赤后过来探路 冷箭齐发 轻轻松松就将赤后干掉 刘寇发现赤后派不上去 不敢草率攻山 闹腾了一天 都没法爬上山坡半路 只好在山坡下驻扎 当天傍晚天色见黑 张凤仪看了一眼山下 贼军的分布 低声笑了起来 所谓守城必先拔寨 守山也是一样的 不能让山下的贼军过得太舒服 我们今晚过去结营 李道玄也不禁乐了 以一千对五万 张将军还有结营的心情 看来是游刃有余啊 张凤仪道 贼军虽多 但能战之兵只有一半 再分散在山坡下面多处扎营 根本就是不通兵法的瞎折腾 我则一隐秘山路下山 夜袭敌营一角 能在短时间内反应过来 与我军交战的贼子 不过几百之数 轻易可破 放一把火就回来 他说干就干 当天夜晚 白杆兵在他的率领下 从侧面的山坡 悄悄地溜了下去 山势幽深 白杆兵在夜陵里行军安静无声 仿佛山陵里的动物在穿行一般 让外人根本无法察觉 没用多长时间 张凤仪就出现在了山脚一处贼营外 流寇扎营的水平依旧烂得一笔 不成章法 半点防御效果都没有 张凤仪一声令下 白杆兵冲进贼营 到处放火 贼营顿时大乱 到处贼兵乱窜 少数贼兵想要反击 却被白杆枪阵轻轻松松放倒在地 没过多久 贼营就烧了个七七八八 远处的贼营里亮起了火把 大部队赶紧来救 但等他们赶过来的时候 白杆兵已经撤回了山里 沿着山间小路 飞也似的又退回山上去了 紫禁梁赶来之时 只看到青贝郎的营寨 被烧了个七七八八 到处是贼兵在哀嚎 他也不禁惊了一惊 川中白杆兵还真是名不续传 大获全胜的白杆兵 退回了山林里 张凤仪却一脸严肃地摇了摇头 贼子失大 我们劫他一波营 虽然给他们造成了麻烦 但那点损失对他们来说九牛一毛 明天贼子定然拼命攻山 我们可能会顶不住了 得换一个阵地 李道玄 哦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吗 只见白杆兵得了号令之后 悄悄地猫起腰 从防御点撤了出来 很快就集结好了 然后全军起拔 又开始向着山林里 更深的地方摸去 前方有一个断崖挡住 白杆兵们将手里的白杆枪 勾环相连 变成了长长的棍锁 接着一个个抓着白杆枪 攀爬上了断崖 五十个名团士兵 顿时感觉压力山大 这棍锁 他们不会爬呀 只好在腰上系上绳子 让白杆兵 把他们拉上山崖去 贼丢人 最后轮到李道玄 我擦 这个我怎么上 用绳索拉就算了 会暴露自己不正常的体重啊 他抬头看了看崖顶上 等着他的白杆兵 摇了摇头 算了 我来表演一个武林绝学吧 说完 把右手缩进了袖子里 左手跟着钻进袖子来 在里面扒拉了两下 将包裹着金属骨骼的硅胶表层 给扒了下去 这下 他的右拳 就变成了一个大铁锤了 用衣袖裹着拳头 挥拳在山壁上猛的一拳 轰 砸出了一个小石坑 山崖上的白杆兵们 瞬间看猛了 这什么人啊 居然用拳头打坏了岩壁 张凤仪也啊了一声 看啥 只见李道玄在山壁上 碰碰碰地打了几拳 几个可以攀爬 落脚的坑就出现了 他向上爬了一点点 又挥拳碰碰碰 就这么一边爬 一边砸坑光滑的岩壁 硬生生被他砸出一片 像后世玩攀岩搞出来的 那种坑坑洼洼的岩壁 不一会儿 他就爬到了崖顶 翻身往上一跳 脚踏到了石地上 手伸进袖子里 将硅胶表层重新套好 这才把右拳从袖子里伸了出来 白杆兵已经看傻 连欢呼都忘了 高家村民团 则根本懒得欢呼 这操作对于一个神仙来说 根本就是小儿科 不值得为之惊讶 张凤仪看了看李道玄的拳头 萧先生 你这拳头没受伤吗 李道玄笑着举了举拳头 看 没事 张凤仪 这是什么功夫 李道玄捏了捏拳 江湖上的朋友们 送我一个外号 叫做 铁手 张凤仪 你到底哪里 看起来像江湖人士啊 他正想吐槽 断崖下想起了人生 贼兵追来了 原来贼兵斥后发现 白杆兵放弃了震盾 赶紧追了过来 结果就在这断崖处 刚刚好追上 双方隔着一片断崖相望 崖下的贼兵看了看这片断崖 心生俱意 这是怎么爬上去的啊 李道玄指了指 自己砸出来的那条攀爬路线 笑道 来哦 我给你们开了一条 爬断崖的路 你们爬上来啊 贼兵们一看 就这么一堆凹坑 上去一两个人还行 要上去一支大军 怎么可能 何况崖顶上 还有白杆兵守着 这种天险 那是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根本别想上的去 贼兵在牙下 只好望之心坦 眼睁睁地看着白杆兵顿走 两天时间一会儿过 紫禁梁现在发现 自己好像有点不会玩了 以前都是他在山林里 窜来窜去地玩弄官兵 但这一次变成了官兵 在山林里窜来窜去地玩弄他 白杆兵利用老爷山复杂的地形 神出鬼没 今天从东边跑出来捶太下 明天又从西边跑出来捶太下 他带着几万大军 居然连这一千兵力都打不赢 折腾来折腾去 反反复复 就是搞不定张凤仪 算了 我就不和他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紫禁梁挥君向北 走了二十余里路 突然发现 前面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村庄 村口还插了一块歪七到八的牌子 侯家庄 紫禁梁挥下的汉匪们 甚至都不需要他吩咐 就果断地杀进了村子里 一番烧杀抢掠 村子里的男人 几乎全部都被干掉 只剩下了一群女人和小孩 耸成一团瑟瑟发抖 格沟飞突然凑了上来 老大 我突然生心一计 紫禁梁 哦 何计 格沟飞指了指那些女人和孩子 嘿嘿笑道 川中百感兵素有一名 断不会对老百姓见死不救 我们不妨 把这群女人和孩子 拿来做诱饵 说不定就抓得住 那个不太好抓的张凤仪了 紫禁梁皱了皱眉头 此举 只怕格沟飞道 老大怕坏了陆林里的名声不成 哈哈 现在是什么样的天下 哪里还有什么陆林不陆林 名声不名声 拳头大的才是正义 紫禁梁犹豫了几夕时间 好 就这样干 山下的贼军退走了 事后回报 整个百感兵部队顿时欢呼起来 李道玄心中也不禁暗想 很好 刘寇走了 看来我来到这个时代 造成的蝴蝶效应 已经发挥出了效果 侯家庄的事有可能不会再发生了 可不是 为了自保才来的 我们真正的目标 是要帮助这里的周县村庄 这几天 我们把紫禁梁不吸引在了此处 让张凤仪对所有部下道 赤后不可松懈 侦查距离放远 盯紫禁梁部 我们这次来庆州 五乡附近 他没能去祸害到别的州县村庄 但现在他放弃了攻击我们 又要去扫荡村庄了 我们也不可做事 他走到哪里 我们就跟到哪里 要死死地拖住他 直到别的官兵部队到来 再收网将他干掉 众人齐声应道 遵命 白干兵开始收拾东西下山 赤后部队 则远远地吊住了紫禁梁 那柴金梁率队向北方走了 不到大半天时间 就听到赤后回报 将军 不好了 张凤仪 赤后 紫禁梁部占据了侯家庄 将村子里的男子全部杀了 只留下了女人的小孩 也不知道 他要做这些女人小孩来做什么 张凤仪心中一惊 旁边的李道玄 也不禁惊了一惊 侯家庄 赤后 是的 侯家庄 李道玄 我去年买了快表 家庄对你来说 似乎非常重要 张凤仪转过头来 用古怪的眼神看了眼李道玄 萧先生 你这一路过来 似乎都在打听这个名字 侯李道玄啼笑皆非 心想 是对你来说很重要啊 暗原发展 你和你的一千百赶兵 都会死在侯家庄好不好不过 这话就别说出来吓他了 李道玄只好承认了 是的 这地方很重要 张凤仪这下 更加确定自己的猜想了 侯家庄里肯定有一个 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那一定肯定 以及确定会是一个女人了 年轻人嘛 就是为爱而活的 李先生帮我很多 我也不能坐视 李先生重要的人受到伤害 于公于私 都该立即增援侯家庄 就那里的女人和孩子 张凤仪立即大声下令 全军起拔 用最快速度前往侯家庄 慢 李道玄 你不能去 张凤仪 李道玄 那是一个陷阱 张凤仪 李道玄 如果我所料不差 刘寇抓了那些女人和孩子 却不杀 就是故意摆在那里 要等你去救的 然后他们在外围布下 扶兵 包抄你 张凤仪 我们百杆兵的赤后 可不是摆着看的 李道玄 有没有一种可能 就算你的赤后 发现了贼军的扶兵 但你看到女人和孩子 在刘寇刀下 痛哭流泪的时候 你还是忍不住要冲过去 想凭着自己 和百杆兵的汉勇 强行冲开包围圈 给那些女人和孩子 打出一条生路 张凤仪 而且这个可能性很大 张凤仪皱起了眉头 那怎么办 李道玄 从现在开始 让我来指挥一下 如何 张凤仪 萧先生似乎不太会打仗 李道玄 我说的不准确 不是我来指挥 是我来定计 具体指挥军队作战的事 还是由张将军自己来 张凤仪 哦 即将安出 李道玄 计策就是 我一个人进村 你率领百杆兵 和我的人在村外远处的山坡上 准备接应 不要靠近 不要靠近 千万不要靠近 张凤仪吓了一跳 这怎么行 你一个人 又怎敌千军万马 李道玄 我不需要敌千军万马 只要你的部队不出现 贼军就不会轻易量出浮兵 他们就只会用 小谷流扣的队伍出来 收拾我 而小谷部队 我不怕 等到我把随时能威胁 人质性命的小谷贼兵都干掉了 你再出来接应 张凤仪心里暗想 这倒也是 贼军要埋伏的 是我的军队 那只看到 他一个人走进村 是不会发动包围圈的 应该只会是一小队人 在村子里看着人质 数百人吧 问题就是 他一个人对付数百人 还要保证人质安全 这能做得到吗 这时候 李道玄已经开始切视角了 首先跳到了 坐在白猫肩膀上的 布偶天尊身上 开口吩咐到 向东北方向走 刷的一下切换回来 还来得及赶上继续说话 等我解决了 离人质最近的敌人 视角切换 又跳到了时间这边 向东走 加快速度 再切回到张凤仪这边 保证人质在短时间内 不会被杀 你就冲进村来接应 这时候 敌军伏兵就会出来了 你让白杆兵 护住女人和孩子们 等援军即可 视角刷的一下 又跳到高处 五尖头的布偶天尊 向北边那条官道走 动作要快 再切回张凤仪这边 刚好听到张凤仪开口道 我们哪来的援军 是宣大总督张宗恒 还是山西巡抚徐鼎晨 他们两人 应该正在别的地方 对付严正虎和上天龙吧 李道玄都不是 是比他们更加可靠的战友 他刷的一下 又跳到了程序胸前的 金献天尊上 开口吩咐到 东北方向 二十五里 快快快 最后一跳 来到了老南风部 老南风 向东方吉兴军二十里 你的部队最擅长近身作战 方便追击 乘胜追击干贼球的任务 就交给你了 老南风 尊命 在李道玄的脑海里 出现了一张巨大的地图 地图中间画了一个大红圈 上面写着侯家庄三个字 而在这三个字西 南方向 数个蓝色的箭头 正对着侯家庄飞快地挺进 距离 时间都差不多安排好了 走吧 李道玄切回到张凤怡这边 咱们去侯家庄 张凤怡 好 侯家庄 两人立即向着 北方二十里处的侯家庄赶去 同一时间 高家村的树路援军 也一起赶来 与此同时 紫荆梁部下的两万人 已经在侯家庄前前后后 树林 山沟 山洞 土沟 所有能藏匿军队的地方 藏了起来 小谷部队藏得很近 几乎就藏在村子外面 但大谷部队不太好藏 就必须藏原点了 躲在数百米外 甚至几里外的野友 反正只要有一支部队 缠上了白干冰 将之拖住 就能给别的部队 合围上来的时间 傍晚 金色的阳光 晒在破败的侯家庄上 庄子里那十几状破破烂烂的房子 拖出长长的鞋印 在这十几状破房子中间的空地上 捆着十几个女人 十几个孩子 没有男人 男人都被杀光了 格沟飞 现在就带着一群手下 守着这些女人和孩子们 他是负责管理这些人质的 而紫荆梁 则率领着大军 埋伏在村外 摆成了一个巨大的口袋 他们在等着张凤仪来 然而 他们并没有看到 夕阳下 有一个巴掌大的小人 从村外的小土沟里 悄悄地爬了出来 躲在绝类植物的后面 钻进村子中间 沿着建筑物的阴影 小心翼翼地 绕过几个汉匪的脚边 小人很快就钻进了女人 和孩子们的人堆中 这些女人和孩子 都饿了许久了 又挨了打 各个维米不振 低垂着头颅 连身边走来了一个巴掌大的小人 都没注意到 那小人自然是 CC-01侦察型天尊了 他在这一群女人小孩中 挑了一个看起来最结实 最能打的剑夫人 伸手轻轻拉了拉他的衣角 女人被这一拉给惊动了 转头过来一看 就看到了一个巴掌小人 这一下真是吓得不轻 小天尊对着他 做了一个虚的手势 女人看懂了 点了点头 虽然内心震惊惶恐 但眼前这情况 出现任何古怪的事 都有可能是他们的生计 所以 他也顾不得什么疑神疑鬼了 任何生的希望 都得抓住才是 歪倒下来 把耳朵贴近了小天尊的身前 小天尊在他耳边低声道 我很快就要来救你们了 现在先割断你的绳索 你别声张 继续假装被捆着的样子 到关键的时候我叫你们 你们在暴起反抗 明白了吗 女人赶紧点头 小天尊刷的一下 抽出了水果刀 转到他背后 轻轻地割断了 捆着他手腕的草绳 女人双手得脱自由 但却不敢起身 现在身边还站着 几十上百名汉匪呢 他歪了歪身子 靠在了另一个女人的身上 咬着另外一个女人的耳朵 低声道 有人来救 我们来了别声张 先帮你割断绳子 一起快马 冲到了紫金梁的面前 报告老大 张凤仪率领的白杆兵 果然被咱们吸引过来了 但他没有草率地进入村子 而是在离村子两三里外的距离 停了下来 爬上了一个小山坡 在那里观望 紫金梁点头 停下来观望一下 也是应有之意 若是风风火火 直接往埋伏圈里钻 那就不会是 明满天下的白杆兵了 青被狼从背后钻出来 老大 白杆兵若是发现了 我们在旁边埋伏 应该就不会进村了吧 紫金梁 这就要看白杆兵 究竟是否如传闻一般 政治无私了 他们会不顾自身安危的救人 还是为了避免中服 而放弃这些女人和孩子呢 他正准备分析一波 人性的光辉什么的呢 突然 又一名手下跑了回来 老大 官道上出现了一个侠客 正向着侯家庄走来 啥 紫金梁 侠客 手下脸上的表情贼古怪 是的 侠客 看起来很年轻的样子 穿着侠士服 戴着个斗笠 腰间挂了一柄长剑 看起来 怎么说呢 不知道怎么说好 紫金梁 见鬼 老大 怎么办 紫金梁 还能怎么办 什么都别办 村子里 有格勾飞的人埋伏着呢 一个侠客 走进村有什么屁用 格勾飞的人会收拾掉他 叫兄弟们别乱动 我们等着张凤一来就行 紫金梁按兵不动 而李道玄正一步一步 看似悠闲地走向侯家庄 两里多爱的山坡上 张凤仪拿着一个单筒望远镜 看着李道玄一步一步走过去 心里担忧到了极点 可千万要保重啊 李道玄慢吞吞地走进了村子里 张嘴吆喝道 村子里有人吗 本大侠口渴了 想淘点水 一句话没说完 他就看到了村子中间的地上 捆着一群女人和孩子 一小撮土匪强盗流扣 正拿着刀 站在这些女人和孩子的旁边 呀 李道玄假装大吃了一惊 发生了何事 尔等歹人 要对这些女人和孩子做什么 格沟飞对着他挥了挥手 滚 这里没你的事 这这怎么能说没我的事 李道玄怒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尔等怎能如此 快 将这些女人和孩子放了 否则 本大侠今日就要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了 汉匪们差点气笑 这他娘的 哪里来的蠢货 脑袋是不是被门板夹过 他们这一伙围在女人孩子身边的汉匪 少说也有五十人 旁边那几个残破的小房子里面 还蹲着几十人 加起来上百 是专门用来控制人质 让张凤怡投鼠忌器的 这人数 收拾个江湖大侠 那不是分分钟的事情 格沟飞强忍着不爽 再次挥了挥手 叫你赶紧滚啊 爷爷 今天在这里办正事 不想节外生枝 不然早叫人 把你剁了快滚 李道玄 正事 我看是办些龌龊事吧 哼 他台步就向着村子里走了进去 张凤怡在远处用望远镜 看着他走进村子里 心也一下子提了起来 格沟飞 敬酒不吃吃罚酒 小的们 把他做了 两个汉匪 立即踢起刀 对着李道玄走了过来 李道玄的手 放在了剑柄上 那两汉匪心想 这家伙一副很厉害的样子 搞不好真有两把刷子 倒也不得不防 两人对视了一眼 表情变得凝重 步伐也放沉稳了 小心翼翼 一步一步 就在他们慢慢靠近过来的路上 李道玄放在剑柄上的那只手 突然飞快地往自己的背后 一抄 抄出来了一把小臂长的短冲 呼 一声脆响 一名汉匪仰天就倒 另一名汉匪吓了一大跳 条件反射地横向跳开 格沟飞和另外的上百名汉匪 七七猛了一瞬间 这什么鬼 突然掏出来的短冲 不但把流寇们吓了一跳 也把村子里的女人和孩子们吓了一跳 好几个女人险些要跳起来 好在刚才小天尊 已经反复告诫了他们 没听到命令 千万不要乱动 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女人们才强行压住了跳起来的冲动 继续躺在地上积蓄着力气 他们本来已经自认为必死 但奇怪的巴掌小人的到来 给了他们希望 现在看到另一个放大版本的小人 又来了 还拿火冲轰死了汉匪 他们就像是在汪洋大海中 抓到了一根浮沫 终于感觉到 自己有活下来的机会了 他娘的 这家伙有把奇怪的短冲 汉匪怒吼起来 弄死他 火冲的装填速度很慢 隔沟飞大猴 十几个汉匪 一起对着李道玄冲了过来 女人孩子们的脖子上 但只有李道玄一个人 他们就会忽略掉 自己手里有人质 只会想着干掉李道玄 这就是单枪匹马赶来的好处了 要是李道玄带着一支大军来 这些流寇肯定不会乱冲 而是会拿刀子架在李道玄也不接招 撒腿就跑 对着村子里的一座房子跑了过去 那房子里面也埋伏着汉匪 他们通过窗户 看着李道玄跑过来 心里暗笑 这家伙是想借着房子 来避免自己被围攻 有趣 他开门进来 我们就在门背后给他一刀 很快 李道玄就跑到了门口 碰得一脚 踢开了门板 屋子里的十几个汉匪 一起举起了刀 只等李道玄冲进来 他们就乱刀招呼 没想到李道玄只是踢开了门 人却没进来 左手对着屋子里一甩 丢进来一个黑乎乎的小球 上面还有一根火声 在丝丝的燃烧着 汉匪们 哄 同时倒下 李道玄又已经撒腿 跑向了下一个房子 他这一下骚操作 弄得汉匪们颇有点猛 格沟飞大怒 这家伙往屋子里丢火药 这他娘的究竟是什么鬼人 追上他 砍死他 十几个汉匪还在背后追 李道玄撒开双腿 在村子里跑圈圈 爱的魔力转圈圈 他转到哪里 哪里的房子里埋伏的汉匪 就会跳出来 他们可不想 在一个小黑屋里 被火药给炸死 一转眼的功夫 李道玄就把小小的侯家庄 跑了好几个圈 闲得庄子里的汉匪们 鸡犬不宁 一名汉匪拈弓搭剑 一剑射来 扑 这一剑正中李道玄后背 剑矢插在了他的背上 剑尾还在颤抖呢 汉匪们欢呼 中了 这货受伤了 然而离谱的是发生了 中了剑的李道玄 依旧跑得贼快 似乎丝毫没有受到 剑矢影响的样子 汉匪们 我擦 这家伙什么情况 强忍伤势狂奔 还真不信你能奔得了多久 我追上了 一个汉匪跑得很快 终于追上了李道玄 挥一刀对着他的背后要害 猛地一刀跺下来 扑 他感觉到自己砍中了 有刀刃切入软肉的那种手感 传递过来 然而 李道玄并没有惨叫 也没有倒下 反而是他手里的火 冲在狂奔中又装填好了 反手一冲 碰 那汉匪仰天倒下 旁边又有一名汉匪放剑 扑的一声 又中了李道玄后背 中了 中了 又中了 我操 他怎么还是跑得飞快 这家伙不会受伤的吗 他娘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格勾飞怒了 正面绕过去几个 两边包抄啊 这么多人 收拾一个人都收拾不下来 原本站在女人们 身边的汉匪们 也开始加入 围追堵截李道玄的队列了 一百多人追着一个人 满村子跑 一会儿在这个房子后面 乒乒乓乓砍击击刀 一会儿又绕到那个房子后面 乒乒乓乓砍击击刀 到处都闲疼得欢 按理来说 一个人不可能把一百多个人 都闹得鸡犬不宁的 再怎么灵活 总是难免 要吃上一剑 中上一枪 挨上一刀 但是汉匪们发现 眼前这家伙太奇怪了 挨了攻击 根本就像没挨一样 依旧跑跳如飞 太多人围攻 李道玄手里的 短冲现在已经来不及装填了 将短冲随手往后腰带上一插 腾出手来 抽出了长剑 迎面冲过来一个汉匪 扑一刀砍在他胸口 他也同时一剑 捅进了那汉匪的肚子 接着一脚 将汉匪踢了出去 汉匪捂着肚子惨叫 李道玄却像没事人一样 继续向前狂奔 不过 眼间的汉匪 已经看到了 他被砍破的衣服里面 露出了肉 肉上还有一条很明显的刀痕 但是没有肾血出来 感觉怪怪的 他受了伤 但没流血 这家伙不会流血的吗 他娘的 骨头好硬 格沟飞看到这些手下 半天都搞不定李道玄 气得哇哇直叫 干脆自己也亲自上了 提了把刀 往着李道玄绕圈的前路 拦截了过去 他绰号格沟飞 就是指的轻身功夫了得 脚成飞快 几个剑步 就让他拦到了李道玄前面 呼的一刀 对着李道玄迎面砍来 李道玄身上可以挨刀 连可不能挨 不然就无法共感了 赶紧偏头躲闪 格沟飞一刀 就劈在了李道玄的肩膀上 扑 格沟飞微微一愣 就在这时候 李道玄的剑也反手赐回来了 一般的流扣 被他反一剑就能了账 但格沟飞功夫了得 居然百忙中还来了一个侧身 把李道玄反手这一剑给躲开了 哈 想用以命换命的打法 因老子 格沟飞得意洋洋 老子是这么容易 一句话还没说完 李道玄的左手从袖子里划出来 手上拿着一个小小的圆筒 暴雨梨花针 卡 一声饥簧轻响 一捧细针 对着格沟飞迎面拍来 这一下格沟飞躲不开了 扑扑扑 前脸中了树针 脸上被扎得像个麻子似的 两只眼睛也未能幸免 他一声惨叫 扑通一声倒在地上 双手无脸 眼睛 我的眼睛镜 娘的 所有人都给我上 格沟飞眼睛 被刺下 整个人都疯了 命令也乱下了 还守着那些女人孩子做什么 快 快给我过来 杀了这个混蛋 都过来 最后十来个守在女人孩子身边的汉匪们 看了一眼自家满地打滚的头领 赶紧提刀对着李道玄杀了过来 一时之间 李道玄前有拦截 后有追兵 上窜下跳 到处都有人砍他 双线 是时候双线操作了 李道玄扑地挨了一刀 反手一剑捅回去的同时 切到小天尊身上 对着女人孩子们道 快 行动起来 一时刷的一下又切回来 扑 又中了一刀 一块硅胶皮肤被削掉了 他一剑反斩 又切线 躲进屋里 切回来 向前一个大步 跳过一口哭泣 又切线 石头屋子 女人们听到小天尊断断续续三句话 终于听懂了 眼光一转 同时锁定了村长的家 村长是侯家庄里最有钱的人家 住的是一所石头砌城的房子 是村子里最坚固的建筑物 身体最健壮的那个女人 刷的一下跳了起来 把腿就往那屋子跑 别的女人也一起跳起 拉着孩子开始狂奔 刚才负责看守他们的汉匪 猛地一回头 咦 女人们跑起来了 他们的脚不是捆着的吗 一个汉匪掉头就想过来追女人们 却见围攻圈中的李道玄 突然黑的一声喊 猛地一下 埋头对着那石头屋子的门口 冲了过去 一个刚掉头打算过去的汉匪 背心要害 被李道玄一撞 扑得喷出一口鲜血 跌开老远 女人孩子们刚刚钻进石屋 李道玄就跟着到了 在那石屋的门口一站 张开双臂 不跑了 他这动作一摆 刘寇们才终于看懂了 原来他刚才各种乱跑乱窜 带着刘寇们到处转圈圈 只是为了把守在女人孩子们身上的贼兵引开 给女人孩子们争取到躲进屋子里的机会 然后 他就一个人守在屋门口 一副一副当官 万副莫开的模样 他娘的 太嚣张了吧 这种狗屁战术是怎么想的 真以为一个人顶得住我们这么多人 弄死他 刘寇们这一次不玩刀了 既然敌人不逃跑了 那就可以玩毛了吗 他们捡起刚才扔在地上长毛 一大群人一起手指长毛围了过来 先把李道玄为成一个半圆形 然后黑的一声喊几十人 几十把长毛 同时对着李道玄一起捅下来 扑扑扑扑 一瞬间 李道玄也不知道身中多少毛 但他不闪也不必 甚至没有用长剑来格挡 长毛扎在他身上 把他主躯体扎了个千穿百孔 但他却趁机一挥剑 咔嚓咔嚓 连切断了好几根毛杆 贼兵们 他娘的 什么鬼 我应该是刺中肉了 感觉到是毛尖入肉的手感 我好像还刺到了他的骨头 他骨头好硬 李道玄笑而不语 拔出身上的砍断下来的半截长毛 将他们反手丢进了屋子里 几个女人捡起了半截长毛 捏在手上 一脸惶恐又兴奋地看着门口那伟岸的身影 他们也看到李道玄被击中很多次了 但他依旧傲然守在门前 一丝一嚎都看不到动摇 帅 太他娘的帅了 吊桥效应发动 村子里的几个年轻姑娘 一瞬间就觉得李道玄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 杀了他 砍他呀 为什么 这户为什么砍不动 定 有人一刀砍在了李道玄的胳膊上 这一刀还带了变化 斜向一拖 将李道玄胳膊上的肉削掉了一大块 露出了里面的骨骼 怎么像是金属 啊 这家伙的骨头是铁的 流寇们金句看着李道玄的胳膊 没了肉的胳膊 里面有一根金属骨头裸露出来 看起来贼可怕 这一下 当真是震惊中的震惊 李道玄 哎呀 我年轻时行走江湖 不小心被人砍掉了一只手 就做了一只假手鞍上 这你们也怕 流寇们 上 砍死他 一群人继续扑上前来 窗 去几个人攻窗 对对对 从窗户进去 把女人们全杀了 然而女人们又不傻 他们逃进屋之后 早就把屋子里所有的家具 全都堆在了窗口 把窗户死死顶住了 本清理不出来 流寇们用刀砍坏木制的窗戈 才看到 里面还塞着木柜子 木桌子 连石墨都推过来堵上了 一时半会 与此同时 村外树林里的紫金梁 突然接到手下来报 老大 张凤一动了 他正率军 用最快的速度冲向村子 紫金梁精神一震 哈哈 很好 张凤一来了吗 传令全军 准备收网了 先等他进村 格沟飞的人对质上 咱们就可以围过去了 格沟飞有人质在手 他无法速战速决 也没法逃走我们的人 就能将他为个死死的 流寇大军 开始行动 这时的张凤一 正冲得飞快 一千百杆兵 将自己的绞成 发挥到了极限 狂奔 两里路而已 百杆兵们一奔起来 也就区区十来分钟的事 如果他们不披甲 不拿装备 也不用节省体力的话 那还能更快 但披甲拿着百杆枪 跑完还要打仗 他们必须省得点力气 所以 跑出十几分钟 已经是相当辛苦了 到了 前面就是侯家庄了 张凤一 快 快快快 萧先生已经撑了好久了 只怕他凤目含泪 打心底里 感觉李道玄 多半是要壮烈牺牲了 不过 当他率军冲进侯家庄的 那一瞬间 才发现 李道玄并没有死 他还守在那石屋的门口呢 而且 战斗的画风 已经有点诡异了 他身上的硅胶表层 已经大面积被削掉 到处都露出了金属的骨骼 左边一截铁壁骨 右边一截铁腿骨 胸前 还露出一块铁板 半机械半人的画面 正常人 看了 谁不发毛 围攻他的流寇们 其实已经心胆揭裂 都感觉自己 是在和一个妖怪作战 但他们却骑虎难下 不得不战啊 张凤一看到李道玄 这半人半铁的身体 也不禁愣了愣 猛得不行 但他可是领军的大将 战场上没有时间 当一个好奇宝宝 他挥手对着围攻 石屋的流寇们一指 全部解决掉 百杆兵们一声怒吼 琪琪杀了过去 百杆枪齐出 那群流寇连一盒都招架不住 瞬间崩溃 死的死 逃的逃 石屋门口一下子就溢了住 百杆兵们 一下子将石屋护在其中 团团护住 跟着他们一起过来的 高家村五十名团兵 则赶紧将李道玄围在了中间 拿出新衣服 新斗篷 给李道玄罩罩上 遮住他露出来的那些 半人半铁的部位 这一下 李道玄看起来终于正常了 张凤怡狠抓得住重点 对他身体的异样 只字不提 萧先生 现在我们怎么办 护着这屋子里的女人孩子 杀出去吗 不 就死守这个村子 李道玄道 在村子里 还能利用防射 篱笆一类的东西不防 要是离开了村子 在外面的平地上被围 那才叫麻烦 我们就在这里死守 等援军就好 张凤怡 好 他废话不说一句挥手 结阵 白杆兵刷刷刷的一下 结成了巨大的毛阵 一千把白杆竖起 杀气满满 屋子里的女人孩子们 惊恶地看着外面的情况 官兵来了 居然是官兵来救我们了 官兵还会救老百姓 这莫不是假官兵 就在这时候 重新穿好了衣服的 李道玄钻了进来 对着他们微笑道 大家不要怕 我们一定会把你们救出去的 大侠 多谢大侠 李道玄的话 不知道为什么 让他们特别安心 村子外面 开始出现贼军了 一面大旗扬起 紫金梁三个字 分外扎眼 接着又一面大旗立起 青贝狼 再一面 云李手 金刚钻 就地滚 星来象 一块铁 马红狼 草上飞 紫金梁不愧是 现在流寇中最大的老大 昔日的十三家 七十二路贼军 几乎有一半半 败入了他的麾下 一旦亮出全部战里 那当真是旗帜连天 连瞎了眼的格勾飞 也被人扶了回去 加入了围攻大军中 瞎着眼睛 站在自己的旗帜下面 大声怒吼 老子一定要杀了你们 一定要杀了你们 青贝狼 格勾飞 你他娘的在对着我吼 格勾飞 啊 狼哥 抱歉 我看不见 我换个方向 他转了个身 继续骂 我要把你剥皮抽筋 紫金梁怒 你口水都喷我脸上了 要把我皮抽我筋 想造反吗 格勾飞 他手下终于把他给转对了方向 格勾飞 对着白杆兵的毛针大吼 你们只有死路一条 紫金梁黑着脸挥了挥手 进攻 大群贼军 从四面八方 向着侯家庄 缓缓地走了过来 屋子里的女人和孩子 吓得大气都不敢喘 张凤怡手心见汗 白杆兵们 也手心见汗 五十个名团士兵 也手心见汗 只有李道玄 一个人没啥压力 他站到了村子里高的屋顶上 张开双臂 摆出了拥抱苍天的姿势 大声唱到唱一曲天荒地楼 共一声水远山高 正义不导战 冲啊 杀啊 贼军气势汹汹地冲了 率先出手的 当然是高家村的火冲兵 虽然只有五十人 但这五十人 基本上都能做到 每十秒开一枪 一分钟就能撒出三百发子弹 这样的火力覆盖 已经抵得上这个时代的 明军五百人左右的火冲兵了 呼呼呼 枪声联响 最前面的汉匪 立即倒下一片 但是 这一次的贼势太大了 可战之兵接近三万 在后面加油呐喊的渣渣兵 还有两万 总数五万之重 高家村这五十兵火冲 还不足以动摇他们 哪怕一丝一毫的士气 一进入弓箭射程 百杆兵的老弓手们就出手了 箭矢刷刷飞出去一大片 同一时间 流寇中的边军和卫锁兵们 也开始拉弓还击 箭矢在半空中擦身而过 呼到一声傻逼 然后飞进对方的军阵之中 堵战战 箭矢落在盾牌上的声音 听得人牙齿都痒痒的 张凤怡管了一圈周围的形势 心里凉了半截 萧先生 虽然靠着你的奋战 咱们算是救下了女人和孩子们 但是 这次好像走不脱了 李道玄点燃了一枚火绳手榴弹 一甩手扔了出去 顺手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张将军 不要那么悲观 马上就会有转机了 张凤怡 可是 眼前这情况李道玄 啊 你说什么 我捂着耳朵听不见 张凤怡 他们冲进了 毛阵 白杆兵们刷的一下 将白杆枪伸了出去 整个军阵仿佛刺猬一样 向着四周伸出无数尖刺 从四面八方围过来的贼军 撞在了毛阵上 盾牌拼命格挡着毛尖 然后用自己的长矛 捅刺对手 短兵相接极为残酷 几乎是一瞬间 就倒下了不少士兵 当然 贼兵倒下的更多 白杆兵训练精良 贼兵哪里比得上 虽然贼兵里混杂着边军 但他们没有在一起 重新好好地训练过军阵 靠着乱玩长矛 那也就发挥不出多少战力 一阵混乱的长矛互捅 中间还砸夹着 名团士兵的火镜 在很近的距离开火的声音 李道玄扔出的手榴弹 翻过前排的毛兵 落到后面的贼寇军阵之中 炸得一片人仰马翻 紫禁良的嘴角 却牵起一抹笑意 在他看来 这不过是困兽之斗 白杆兵是没希望的 就凭着这兵力差 随他怎么挣扎 这一次也逃不出他的五指山了 好 就在这时候 一名赤后飞快地跑了过来 老大 老大 西北方向 出现一支官兵部队 打着王的齐王 紫禁良 这附近哪个官兵大将姓王 对方似乎不是什么大人物 仅仅只有一千兵力 紫禁良笑 官兵援军来就白杆兵了 清贝郎 你带人过去收拾一下新来的官兵 清贝郎率军迎向了西北方向 很快 他就看到了莱迪 一支千人左右的官兵部队 穿着明军的制式布甲 飞奔来 清贝郎摆开自己的布下 正打算让士兵们齐声喊话 说几句装逼的台词 嘲笑一下不自量力的官兵 但他还没来得及开口 对面的官兵就举起了手里的火冲 呼吓 直接开打 一言不合就是干 清贝郎的布下 瞬间倒了一片 这他娘的 不讲武德 清贝郎大怒 干他们 贼军的弓箭射程并不远 对面的火冲已开火了 他们的弓箭还摸不到对面呢 只能向前冲 那一千官兵 只用了短短几期时间 就完成了一轮装填弹药 举起火冲 碰碰碰 又是一阵乱轰 清贝郎这一边又死伤惨重 他气得嗷嗷之吼 冲 冲过去 冲啊 冲了一小节 距离不算很远了 清贝郎依稀能看到对面的人的长相了 他突然猛背一眼 看到了敌军中一名将领的脸 那张脸 虽然长满了大胡子 但清贝郎还是一眼 就将他认了出来 白水王二 太过震惊 清贝郎瞬间实话 一时间失去了语言能力 不可能 白水王二是绝不可能投奔官兵的 绝不可能 一千援军 怎么又是玩火冲的 紫禁梁转头向西北方向看了一眼 火镜声呼呼地想 连绵不绝 他心里生起一股奇怪的感觉 这西北方来的 官兵虽然比刘寇有钱一点点 但也富得不多呀 怎么今天随便来一支援军 就能把火冲打得震天的响 他正想到这里 又一名赤猴跑过来 老大 正西方出现一支官兵部队 人数约一千 马上就要过来了 紫禁梁 什么 又来一千 旁边冒出云里手的脑袋 老大 我去挡住 紫禁梁 好 速去 云里手立即率众向正西方迎去 迎头碰上的 正是时间从龙门谷渡调来的援军 呼呼呼 火劲的响声密密麻麻地响了起来 紫禁梁一听 正西边也是火冲响得不停 今天见鬼了 每一路官兵都完火冲 还没来得及吐个槽呢 西南方突然响起熏哗声 数百人齐声大吼 勇记行红狼来演 呼呼呼呼 火冲声在西南方也响了起来 那个方向的流寇 顿时被打得惨叫连连 紫禁梁 该死 是行红狼 那个投了官兵的臭烟消 我干你娘亲的 你也来打老子 正南方向突然也响起了几百人的齐声呐喊 雇员老鬼头来演 同时又是一片冲响 贼一军这才发现 自己被大量的火冲部队呈扇形给包住了 四面八方 火冲部队不停地开枪 一边开枪 一边向前缓缓推进 贼一军虽然多达几万 但他们顶得住五十把火冲 却顶不住几千把火冲 这些火冲一轮骑射 就能将他们的前排士气彻底打崩 几乎是一瞬间 贼军几个方向的士气同时崩溃 青被狼 云离手等分出去迎击的头目 马上就狼狈不堪地逃了回来 所有头目都惶恐不堪 只有格沟飞还瞎着一双眼吼道 谁打的火镜 老大 大事不好 崩了 我们的左军崩了 老大 右军崩了 老大 前面围攻白杆兵的先锋 全都在溃散了 本阵 官兵马上要打到本阵来了 紫禁梁撕了一声 撇 快撒 围巾之际 只有一个方向可跑了 向东北方向跑 紫禁梁的本队 立即甩开火腿 开始逃窜 但他刚刚开跑 就看到斜前方刷的一下冲出来一支队伍 这支队伍的士兵表情凶悍 一看就不是那种好惹的角色 而且这些人并不用火冲 他们手上拿着的 都是刀枪剑戟这一类的近战冷兵器 哦 不对 不全是冷兵器 他们除了冷兵器之外 还配有火绳手榴弹 为首一员大将 满身的官兵将领气息 正是老南风 老子今儿个来取你们的首领 回去换点军功 搞点银子 莫怪老子心狠手辣 说完 他手一挥 一枚手榴弹 扔进了紫禁梁的本队中 他挥下人数并不多 连一千人都不满 但这数百人 各个凶悍暴躁 所有人一起挥手 数百个手榴弹扔了过来 一瞬间就炸得紫禁梁的 本阵溃不成军 接着 老南风一挥手 兄弟们 冲啊 杀贼囚 立大功 升大官 赚赏银 花花世界里 我横着走 美女金钱都是咱们的 那数百汉族齐声大笑 战功 战功 老南风 老子庸俗浅薄 汉族们 只爱金钱美女 冲啊 金都是浅眼形的 只要战功不要命的那种 这支部队的士气异常的高 比先前出现的那些火冲部队的士气高了 不是一点半点 全他妈的亡命之徒 严子金梁一看这阵势 心里就慌了 这是边君 这他娘的是边君 是张宗恒 还是曹文赵来了 然而 张宗恒和曹文赵 都不一定有老南风凶残 因为老南风有手榴弹 他这一下子打横里杀出来 顿时打得紫禁梁苦不堪言 青北狼剑这伙人并没有用火冲 都是玩尽身肉搏的 他还想上来凶两下呢 但刚刚冲上前来 才挥了一刀就被老南风一刀剁在了脖子上 鲜血喷出去老远 老南风大笑 拿到一个贼球手机 哈哈哈哈 一个边君道 南风哥 那边还有一个 那是云里手 老南风 我操 谁这么大胆子敢取名云里手 是想冒充天尊吗 弄死他的狗娘养的 顾元边君 立即对着云里手杀了过去 这伙人在乱军之中冲突 人挡杀人 佛挡杀佛 刘寇没有一个人敢挡他们一下 转眼就冲到了云里手的面前 云里手正没命地跑呢 突然见有人挡在自己面前 怒吼一声 一刀砍向老南风 老南风身子一侧 一把就拎住了云里手的脖子 你他娘的名字 取得太嚣张 说完 他一刀 捅进云里手的肚子 拔出来 再一刀捅进去 拔出来 再一刀捅进去 转眼就连捅了几十刀 将云里手的尸体 往地上一丢 下辈子别再这样取名 犯忌讳懂吗 服 吃一样的东西 天尊从来不会在这些地方 去搞阶级隔离 体现自己高别人一等 很久之后他才知道 天尊其实并不忌讳这样的事 不介意别人与他同名 也不忌讳别人和他穿一样的衣服 吃一样的东西 天尊从来不会在这些地方 去搞阶级隔离 体现自己高别人一等 老南风在贼群中纵横来去 不一会儿 就干掉了四五个小头目 青背狼 云里手 金刚钻 每干掉一个 他就用手指沾点刀上的血 在自己的脸上画一条横线 不一会儿 脸上画得像个斑马似的 紫金梁在哪里 老南风大吼 干掉最大的贼囚 战功才最大啊 他的部下大吼 东北 东北 紫金梁的帅气在那边 老南风 追呀 最大的战功 荣华富贵 就在那面旗下 顾元边君嗷嗷直叫 自从行满出狱之后 他们跟着老南风吃香喝辣 在天下之中的蒲州 过着神仙一样的日子 高家村给的君祥很充足 不会像朝廷一样拖欠 他们小日子过得极美满 但人这东西嘛 总是想要向上走的 如果能在美满的基础上 再向上面跨一步 谁不喜欢 杀掉紫金梁 杀总大将 战功才大啊 顾元边君像一群狂暴的野兽 追着紫金梁的帅气狂奔 程旭率着火冲兵 正在远处 对着另一股逃跑的流寇开火呢 看了一眼老南风这边 也不禁摇头叹息 好贪娘的猛 老子这一支部队 可不敢这样冲 行红狼也瞥了一眼 自己的火冲兵部队 心想 火冲兵虽然很强 但更适合阵地作战 像老南风这样 呜呜呜呜地挥着刀子 追着敌人锤 就不那么方便了 就连李道玄都在想 再还没有冲锋枪的时代 火冲兵冲不起来啊 这份战功 没人能和老南风争 咦 不对 有人想和他争 百杆兵 百杆兵也是近战部队 而且也是呜呜呜呜冲的贼凶的那种 高家村的人 跑来解了百杆兵的围之后 流寇退散开去 百杆兵短暂地猛逼了一小会儿之后 张凤仪就清醒了过来 他爬上屋顶 向着战场上审视了一圈 然后马上就搞清楚了 自己该做什么 伸手对着紫金梁的帅气一指 追 一千名百杆兵 撒开脚丫子 对着紫金梁的帅气杀了过去 老南风听到 身后有人嗷嗷叫着冲过来了 转头一看 过来的居然是百杆兵 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有没有搞错 老子救了你们的命 你们现在要来抢老子的功劳 他赶紧大吼 冲 冲快点 老伙计们 这战功要是被白杆兵抢去 各位起码少赚取两次青楼的银子 顾元边军们大汉 南风歌 天尊静止开青楼 老南风 那就是听十次演唱会 顾元边军们一想 十次演唱会 我操 这不是血鬼 顾元边军疯了一样狂奔起来 那速度 武当提云纵来了 也得跪下唱征服 这一边 白杆兵跑着跑着 突然看到前面的蒲州守备军 一下子加速了 那小火腿甩的 张凤仪看得有点猛 蒲州军居然如此战役昂扬 我好久没有见过官兵同僚们 打仗如此拼命了 他一下子感觉自己受到了激励 大声喊道 川中白杆兵 你们看到了吗 蒲州军打仗多拼命 咱们川中白杆兵 被比下去了呀 白杆兵们 嗷嗷 我川中哪儿 必不可能输 川军两个字 那可不是吹的 白杆兵嗷嗷一阵吼 提速 两条小火腿 甩得跟无敌风火轮一样快 林波威不来了 也得喊爸爸饶命 他们这一加速 前面的老南风就不能忍了 兄弟们 白杆兵居然还能加速 我操 为了抢我军功 有必要这么拼吗 顾元边军们 不能输 跑起来 白杆兵 我操 他们还能更快 不可能 兄弟们 加油冲啊 顾元边军 你嘛 老子不信这个邪 白杆兵 冲呀 顾元边军 跑呀 两支近战王牌部队 仿佛两把装着火箭推进器的尖刀 狠狠地扎进了狂奔的流寇大军中 从两个方向切开了流寇的溃军 聪明点的流寇们 马上就发现了 这两把刀 都是冲着紫金梁去的 他们如果继续跟着紫金梁的帅气跑 那就是死路一条 于是 这些聪明人 立即向着两边分开 避开老南风和张凤怡正面冲击的路线 这就使得根本没有人能来阻挡他们 没用多长时间 老南风和张凤怡一左一右 同时攻到了紫金梁的帅气之下 张凤怡 贼球休走 老南风 战攻我的 两人一左一右 越马横枪 同时冲到旗下 却见旗下 站着一名贼球身上穿的是紫金梁的铠甲 两只眼睛紧紧闭着 眼角里流下血来 是个瞎子 格勾飞 他一脸茫然 惶恐 不知所措 他逃跑 还给他披上了坚固的铠甲 别的是全都两眼一抹黑 刚刚失去光明的他 还不善何用耳朵来接收外界的信息 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紫金梁在带着张凤怡 一看到这祸心就凉了 糟糕 紫金梁拿了个瞎子来顶梁 自己金蝉脱鞘了 老南风 我操 这些混蛋 出卖起队友来 连一点脸都不要的 格勾飞 你们是谁 谁在我身边说话 谁 发生了什么 老大呢 紫金梁老大呢 张凤怡 这货要怎么办 老南风 还能怎么办 他一刀就剁了过去 格勾飞一声惨叫 在一片漆黑的世界中 了结了残生 老南风用手指 在刀刃上抹了点血 又在自己的脸上 画了一条红线 张凤怡看了一眼 他脸上那斑驳的红线 就知道 他在这一役里 杀了好多贼囚 心里也不禁暗暗佩服 好一位骁勇猛将 老南风 没进没进 最大的战功跑了 全身都提不起劲来了 张凤怡游目四顾 只见四面八方 都是溃散的流寇 数量太多 到处漫山遍野地跑 这种情况下 想要找到紫禁梁 那根本不可能了 唉 收兵吧 收兵 战场上响起了 鸣惊之声 高家村 百杆兵 都开始收兵了 各种将领 都率着自己的人 向着小小的侯家 装聚了过来 小小侯家装 这辈子没这么热闹过 村子里的女人和孩子们 还躲在石屋里 根本不敢出来 短短的一小会儿里 他们的心情 可谓是坐上了过山车 被李道玄救出来时 松了口气 但李道玄死守乌门 一百多个贼人 在外面围攻时 他们又吓得瑟瑟发抖 后来百赶兵出 把阁钩飞赶走 他们又松了口气 但马上又被更多的贼军包围 又吓得瑟瑟发抖 然后援军来了 他们又松了口气 这一惊一炸 谁也扛不住啊 不过 他们发现 不论外面形势 怎么变来变去 李道玄都一直站在 他们的石屋门口 哪里也没去 他一直留给屋子里的 女人们一个背影 但这个背影看起来 却让人如此的安心 别怕 战斗结束了 李道玄柔声道 都过去了 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女人们 哎 他们没有欢呼 只是小心翼翼地 走到了李道玄背后 偷偷从他的肩膀 探出头去看外面 这才看到 外面的战斗真的结束了 大量的官兵 正围在村外 一群官兵的将领 只带着几个人 向着村子里走来 女人们又开始怕了 官兵也很坏的呀 李道玄微笑 不要怕 这些官兵都是好官兵 女人们 官兵哪有好的 李道玄 不要一杆子 把一个群体全部打死嘛 官兵虽然坏得多 但淤泥里面 也会有白莲花 像七家军 白杆兵等等 都是非常优秀的 女人们听不懂 但不知道为啥感觉 这个人说的话 都是值得信任的 李道玄为了让他们安心 继续站在屋门口不动 只见程序 行红狼 高出五 时间 白猫 王二 等人 相继走到了他的面前 对着他抱了抱拳 启禀天尊 属下完成了战略任务 只有老南风一脸的懊恼 天尊 属下有负重托 没能拿住贼球子金粮 李道玄对他笑道 没事 你已经尽力了 干得很棒 回头我再给你弄两个新的演唱会 视频给你看 里面有几十首新歌 老南风大喜 这才叫大赏啊 他把仙女的歌舞抄过去 让他雇佣的歌手来开演唱会 那门票收入 那打赏收入 嘖嘖 张凤怡从外圈钻了进来 对着李道玄抱了抱拳 萧先生 可 他看了一圈 这里也没什么外人 不用帮李 道玄也是身份了 便改口道 李先生 原来你早已经就安排了大量的属下过来救援 幸亏有你在 不然这一次 我十有九成会死在这里 李道玄笑着道 些许小事 不足挂齿 救命之安 岂是小事 张凤怡道 我张凤怡欠你一个大情 川中白丹兵 欠你一个大情 一日必报此恩 李道玄也不多纠结这个问题 只是悠悠地看了一眼东北方向 这些流寇还真是麻烦 我们部下如此天罗地网 也给他走脱了 众将听了这话 心里都想 流寇确实挺麻烦的 难怪朝廷一直无法将之境尖 打赢他们容易 剿灭他们 难啊 张凤怡皱着眉头 这一年来 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总是打败流寇 但总是无法剿灭流寇 这些流寇 难道永远无法被消灭吗 李道玄 流寇不是一个军事问题 而是一个社会问题 张凤怡 李道玄 要干掉他们 需要的是 整顿青里诞生出流寇 这种东西的土壤 就好像除草 光是割掉地面上的部分 是不行的 必须把泥土里的草根 清除掉才行 张凤怡 哎 您的意思是 李道玄 要让老百姓吃得饱 穿得暖 脑子里完全没有 造反作乱的念头 才能真正荡平流寇 张凤怡这下懂了 也沉默了 吃得饱 穿得暖 听起来很简单 要做到可太难了 李道玄对着程序 招了招手 和教席 麻烦你写几篇奏报 帮行红狼 老南风 时间 王小花四人 向朝廷表公 看能不能让他们的官位 再向上提一提 说完 他再转过头 对着张凤怡道 张将军的奏报 就麻烦你自己写一下吧 咱们家和 教席写的 你肯定看不过眼 张凤怡笑着摇了摇头 怎么可能看不过眼 我也是个大老粗呢 根本不会写什么像样的东西 和教席写的 肯定比我好 他说完这句话之后 不到一个时辰就后悔了 看到程序写的奏报 张凤怡才知道 自己还是太天真了 陈老南风 转一千军出蒲州 向东北移动 于庆州西南处 遭遇紫禁梁的贼军 贼军达二十万之重 然臣并无半点畏惧 心念皇恩浩荡 微臣若不为皇上分忧 有何颜面立于天地之间 臣青帅一千士族 迎头痛击紫禁梁贼军 二十万贼军分四股 每股五万人 从东南西北四面围攻城 燃尘面不改色 将长矛插在地上 晚攻搭剑 四面射之 张凤怡看到这里 整个人已经抹了一半 陈连射五十余箭 渐渐接中敌方头目 一箭射死格沟飞 又一箭射死青贝狼 又一箭射死金刚钻 又一箭射死云离手 张凤怡 未未 这究竟写的些什么 连杀五十余名头目之后 贼势崩溃 陈远马横枪 杀向紫禁梁帅齐 紫禁梁亲自提着大锤与陈交战 陈与之血战两百余回合 身负三处重伤 燃陈远打跃精神 奋起神威 一枪刺中紫禁梁肩膀 紫禁梁翻身坠马 被其余贼子抢救了回去 陈因重伤 未能继续追击斩起首级 心肾汗之 张凤怡 啊啊啊 拿笔来 我要自己写奏报 李道玄看得乐了 张凤怡啊 你还是太嫩了 不要脸的人 还没见过太多 以后见得多了就习惯了 张凤怡提笔想要一五一十地交代战况 然而他想了半天 不行 我要是写得太真实 岂不是在结合教习那篇奏章的短吗 要是害了他们怎么办 张凤怡只好写道 当时战况混乱陈身陷重围 信德行红狼 老男风 时间 王小花相救 方能保的性命 未能看清战场上发生了什么 请皇上看别人写的吧 正式办完 李道玄终于转过了身子 面对着这十屋子里面的女人和孩子们 士兵们拿出军粮来 分给了他们一些 女人孩子们一阵狼吞虎咽 好不容易填饱了肚子 慌乱的心情也平复了一些 这十几个女人和孩子 已经没法再留在侯家庄了 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里 没有男人的保护 光是一群女人孩子 是无法活下去的 他们现在唯一的办法 只能迁移 离乡背景 李道玄柔声道 各位 有什么亲戚或者娘家一类的地方可去吗 女人们摇了摇头 没有了 李道玄 那诸位有何打算 女人们抬起头 一起看着李道玄 眼神古怪 李道玄倒抽了一口凉皮 感觉不对 果然 刚升起不妙的感觉 就听到女人们奇迹道 求老爷收了我们 做妾做婢女都可以 我们今后就是老爷您的人了 李道玄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我不能收你们 但我的地盘却能收得了你们 你们随我的人一起回去吧 他们会给你们安排 女人们面面相去 有点怕 一个女人大着胆子道 老爷 您会和我们一起返回吗 您要是不在 我们点怕 李道玄微笑 放心 到了我的地盘 我无处不在 女人们没有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 她们虽然害怕 却还是只能听平安排 跟着高家村的后勤补给队 折返 对未来一片迷茫 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去何处 他们跟着后勤队走的时候 也显得十分卑微 生怕那些后勤兵欺辱他们 不过 他们马上就发现 自己想多了 高家村的后勤队的军纪 远超明军一万条街 一路上并没有人对他们 做出任何不轨之事 半天时间 平安无事地过去了 直到饭点 后勤队在一个荒村里停下 往村里的水井里看了看 里面有水 于是后勤兵们就在这里停下了 有人在井里打水 别的人则开始埋锅造饭 大伙都忙忙碌碌的 女人和孩子们吞了吞口水 他们也饿了 想吃东西 但他们不敢开口头 只想低调地躲在一边 不引人注意 不想因为讨饭吃而引来麻烦 万一这些兵本来忘了他们 自己过去一要吃的 他们就注意到 我们了呢 女人们谨小慎微地躲在角落里 就在这时候 后勤队的队长诸葛王缠 走到了女人孩子们面前 温和地招呼道 大家快来 咱们开饭咯 她的本名叫王缠 但她有高家村小学毕业的文凭 有了文化 很聪明 就自己给自己取了个绰号 在前面加上了诸葛二字 就变成诸葛王缠了 诸葛王缠这一声招呼 吓了女人们一跳 本就不想引起注意的他们 现在琪琪向后缩了缩 诸葛王缠微笑 别怕我呀 我不会害你们的 啊 对了 给你们看的东西 她向前走进了两步 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那里刺绣着一个棉线天尊 女人们认真地盯着那棉线天尊 看了几眼 突然发现 似曾相识 啊 那个一个人闯进侯家庄 死守食物门的年轻侠士 不就是这张脸吗 只是刺绣之后 稍稍有点不好认 但仔细看的话 大致是看得出来的 这一下 他们稍稍放心了一点点 诸葛王缠继续招手 放心 过来吧 我们多架了一口锅 谁也烧着了 一会儿就能烧开 这口锅给你们十几个人用 你们想怎么折腾 就怎么折腾 这是你们的食材 诸葛王缠将一袋子面粉 摆在了他们面前 想了想 又摸出两个装午餐肉的竹盒子 摆在地上 向后退开老远 就像再喂野猫一样 这招对野猫都能用 更别说对人了 女人小心翼翼走过来 先拿起了装面粉的袋子 往里面一看 小半袋子面粉 十几个女人孩子 吃一顿是绰绰有余的 瞬间就开心起来 再拿起竹盒子打开 里面居然切得方方快快的一块肉 啊 女人们惊出了声 肉 诸葛王缠微笑 你们自己做 我们这边一群大老爷们 做饭的水平很糟 也就只能吃了饱 你们自己做出来 肯定还好吃些 他退回到队伍中去 女人们赶紧千恩万谢了一番 然后围到了锅边 一群女人七手八脚开始做饭 他们的水平 还真是比男人们要高得多了 不一会儿 他们就把面糊糊汤 煮得香喷喷的 明明没有人叫他们怎么弄午餐肉 他们却无师自通 将午餐肉切成了小丁 放在面糊里一起煮 不一会儿 锅盖掀开 锅里一出诱人的香气 女人们赶紧给自己的孩子 先盛一碗 然后一人捧着一个碗 幸福地直掉眼泪 这么好吃的饭 真希望下一顿还能有啊 他们这个小小的期望 轻易得到了满足 到天傍晚 又到了饭点的时候 诸葛王缠又来了 还是给了他们同样的食物 女人们这一下 终于完全地放下了心来 他们看了看后勤兵们 笨诛地煮饭的模样 不禁摇了摇头 几个女人主动站了出来 我们来帮你们煮饭吧 总得让我们做点什么 不然也不好意思 白吃你们的东西 于是 后勤队里一下子热闹起来 士兵们坐在一边 看着女人们忙碌 女人们的胆气也大了 敢说话了 一个女人对着诸葛王缠问道 这位大哥 您看起来像是个读书人啊 诸葛王缠有点小得意地道 咱们高家村后勤兵队的队长 都是有文化的人 因为后勤要签字 勤点数量 经常都要做一些简单的数学题 写一些文书什么的 所以 队长一直至少要求小学毕业 女人 啊 小学毕业是什么意思 和秀才比起来谁厉害 诸葛王缠大笑 语文这一方面嘛 我比秀才弱 但是数学我比秀才强 女人听不懂什么语文数学 但是看出来了 眼前这位和秀才五五开啊 奇怪了啊 一个秀才居然跑出来当兵 好男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啊 他这是怎么了 女人也不敢问 生怕得罪了他 他只好转移话题问别的了 大哥 你们是从哪来的官兵啊 要带我们去哪里安顿 诸葛王缠黑黑笑 我们其实不算官兵 我们是民团 来自高家村 我们现在的地盘很大 到处都可以安顿你们 接下来要带着你们 经过平阳府 济山县 合金县 一直到高家村 你们可以在这条路上 任何一个地方选择留下 或者跟着我们回高家村 都有你们自己决定 女人们 啊 有我们自己决定 那那就是要把我们扔下不管了吗 女人们有点害怕 自己决定这四个字 她们宁可找个人依附 听大人的命令行事 也不愿意自己决定 因为这个时代 哪有女人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的余地 诸葛王缠看出了她们的犹豫 笑着指了指自己胸前的天尊刺绣 不要怕 有她老人家在 就不会把你们扔下不管 你们慢慢地就会知道了 女人们和士兵们熟悉起来 孩子们也就敢跟着母亲一起靠近了 一个七八岁大的小孩子 凑到了一名后勤兵身边 瞧着他手里的下赛波火枪 眼里露出了仰慕的眼光 叔叔 你这个火冲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昨天那天打仗的时候 我看到了 这个东西一想 碰 远处就会有一个坏蛋倒下 后勤兵笑 是啊 这是咱们高家村最厉害的新式武器 几百米外 一枪干倒一个敌人 凶得不得了 小孩 我能摸摸看吗 后勤兵确认了枪里 没子弹 这才把枪拿过来 给小孩摸了摸 小孩大喜 哇 我摸到了 我以后也要像叔叔一样 做个厉害的士兵 后勤兵摇了摇头 瞧你这出血 我跟你讲啊 你这岁数的孩子 就该去村里的学校 免费读书 将来长大了 做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 像叔叔这样的 不行了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一个女人刷的一下跳了过来 他正是这孩子的母亲 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少妇 他一把抓住了后勤兵的手 这位大哥 刚才您说 村里的学校免费读书 后勤兵被少妇抓手 脸一下子就红了 哎呀 大妹子 咱们村的学校 都是免费读书的 少妇级 我孩子今年七岁半 他这岁数的 也能免费读吗 会不会大了点 或者小了点 后勤兵 能呀 这岁数读书正好啊 大小小点无所谓了 少妇大喜 抓着后勤兵的手 一阵猛烈摇晃 有没有什么别的要求 比如说 要有村子里的户籍 如果需要的话 我嫁个村子里的人 是不是就能让我儿子读书了 后勤兵哭笑不得 大妹子 你这想法好危险啊 不用着这样 不需要户籍 少妇 真是多谢你了 后勤兵的老脸突然一红 其实我今年三十了 没娶上媳妇呢 不介意你有个儿子 少妇 旁边的人 诸葛王缠笑骂道 喂 注意啊 眼下这种情况 你对他提出这种要求 有点趁火打劫的味道 我提醒你们 一路上这种话都不准提 等他们定居下来 适应了新的生活环境 搞明白了 自己今后会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之后 你再去追求 他是可以的 但是现在这个时候 趁着他刚刚逃出升天 这个当口 提这个事 就是趁人之威 是恶棍之举 天尊要是知道了这事 一巴掌把你送走 那后勤兵吓了一跳 赶紧低头 对胸前的刺绣天尊道 天尊恕罪 小人不是故意的 少福拉着儿子赶紧逃开 不过 他倒也不生气就是了 老实说 现在他们 这一群女人 是真的需要有个主心骨 听到有男人愿意要自己 他心里更多的是安心 而不是反感 其实 刚才发生的事 年限天尊全都看在眼里 但是年限天尊全程都没说话 假装自己并不在 他看到这些女人的反应之后 心里也不禁暗叹了一声 可怜 旧社会的女人 可怜啊 不依靠男人 就感觉活不下去的女人 真的好可怜啊 当天晚上 后勤队在荒村里休息了一夜 女人孩子们 被安排一个破房子里休息 后勤兵们在外面轮流放少首夜 让他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安心 第二天大早 继续启程 他们从庆州出发向西南前进 一路小行夜宿 走了许久 终于来到了平阳府 知府窦文达 天天趴在城墙上 对着东北方向望眼欲穿 就等着王小花王千总率军归来 柱扎在这里保护他呢 看到一支队伍过来 窦文达欢呼地直窜 直到看清楚回来的只是后勤队 又失望地蹲到墙角里画圈圈 王千总不回来 他的心里就感觉空唠唠的 女人孩子们 看着眼前巨大的府城 心里也颇为震撼 这个城市好大 比他们以前的侯家庄 大了不是一点半点 若是在这里找个男人嫁了 说不定就能活下得来了吧 他们正想着 这些有的没有的呢 就见诸葛王禅凑到他们身边 低声道 平阳府虽然是个大府城 但这里并不完全是我们的地盘 诸位最好不要选择在这里留下 当然 你们非要留下的话 我们也不会阻止的 我只是给一个小小的建议 他都这样说了 女人们当然不会留下了 继续跟着诸葛王禅向前走 没用多长时间 一行人就到达了济山县 崇祯五年并没有干旱 甚至雨水充足 济山县作为一个农业大县 又得到了高家村 在这里新建化肥厂 今年理所当然地迎来了丰年 整个济山县都洋溢着一股子欢快的气氛 家家户户都在筹备着过新年 女人们一走进这个城池 就感觉到了一种幸福感 啊 这里的人好富有的样子 如果在这里找个男人嫁了 应该就能活下去了吧 女人们正在对济山县的富足 而感觉到兴奋呢 突然见到 一个女子带着一大群人 正在街上走着 那女子没有嫁人 头发还是散着的 明显的代价归中的大小姐发型 身上穿着一袭加厚型的长裙 外面还围了皮草 一看就是非常有钱的大家小姐 她从街对面过来 正好碰上后勤队 便对着诸葛王缠挥了挥手 笑道 这不是小诸葛吗 你怎么来了 诸葛王缠挥手笑道 三小姐好啊 我加入了民团的后勤队 现在担任第八队的队长 因为公干 路过这里 那小姐就是三十二的女儿 三小姐了 她在寄山县与这边的乡绅墨孝平 一起搞了化肥场 经常都要来这里看看 讨论一下化肥场的经营 技术改良一类的问题 见到高家村学堂的同学 三小姐就不会像平时一样 害羞怕说话了 她也会大方起来 你就是不肯好好学习 明明和咱们同级 是高家村最有前途的第一代学生 结果你读完小学就不读了 唉 要是你肯把初中读完 现在该混得多好 你看陈元波 人家现在都混到温县去做县令了 天尊都夸了他 诸葛王缠尴尬地扣了扣后脑勺 有些人天生就笨吗 比如我就是 三小姐 那你还敢给自己取个绰号叫诸葛王缠 诸葛王缠摊手 这个嘛 可我在同学中间算笨的 但是放眼天下 就是很聪明的人了 三小姐啼笑劫非 看看 又来了 你就是因为这个 放弃了初中 太容易自我满足了 诸葛王缠 哈哈 老同学饶我一命吧 别再说这个了 你这是要做啥 带着这么大一票人 穿街过巷的 三小姐 咱们新开的化肥厂子人越来越多了 食堂供应伙食 都快供应不上了 需要新招聘一批主犯女 他这话一说完 眼光就转到了 跟着后勤队的 那群女人孩子身上 小诸葛 这些人 你从哪里拐来的 诸葛王缠 瞧你这话说得多难听 怎么就成拐的了 这是天尊亲自出手 在侯家庄救下来的难民 天尊让我把他们 护送到高家村去安顿 三小姐 嘿嘿嘿 安顿的话 哪里不是安顿 咱计划一场也能安顿人啊 诸葛王缠 天尊说的 他们想在哪里留下 就可以在哪里留下 全看他们自己高兴 三小姐黑黑一笑 马上就转向那群女人 嗨 各位姐妹们 你们正在找地方安顿 那你们可来对了地方 咱们计划一场 正在招聘一批主犯女工 工作内容就是 每天早中晚三顿 负责给工厂里的工人煮饭 女人们 哎 还有这种工作 三小姐 这工作很不错 每天给你们发放三斤面粉的工钱 你们的饮食和工人一样 当然是免费的 咱们还有漂亮又整洁的员工宿舍 可供居住 你们的孩子 还可以免费进入员工子弟校读书 咱们过节还要发年终奖 夏天有清凉饮料补助 冬天会发放烤火补助 端午发粽子 中秋发月饼 对了 还有员工春游和秋游 偶尔还会请西班子 来场里表演戏剧 女人们 听傻了 瞬间就听傻了 这已经不能叫福利好了 这完全就是在骗人 女人们一瞬间 就在三小姐的脑门上 贴了一张骗子的标签 世界上不可能有这么好的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女人们刷的一下 全都躲到了诸葛王缠的背后 低声道 大哥 这个年轻女子 是骗子对不对 她要把咱们 骗去迈进青楼 三小姐 诸葛王缠 哈哈 放心了 她是好人 只是你们还不习惯 咱们这边的情况而已 女人们哪里敢信 相对于才第一次见面的三小姐来说 她们更相信诸葛王缠 全都躲在她背后 死活不肯答应进化肥肠 三小姐只好作罢 算了算了 我去把招公启事贴出去吧 总是能招得到的人 这些刚刚远道而来的姐妹 看来还需要适应一阵子 当天晚上 后勤队在寄山县休息了一晚 第二天大清早就继续出发了 再穿过合金县 经过龙门大桥 女人们背着华丽的大桥 经得不要不要的 不过 最让她们吃惊的 是龙门大桥的西桥头 居然建着一个奇怪的建筑物 龙门火车西站 诸葛王缠带着女人孩子们 坐在了站台的后车厅里 不走了 女人们忍不住问道 大哥 今天天色还很早 我们应该还可以走十几二十里路才休息 怎么现在就不走了 诸葛王缠笑道 从这里开始都不用走路了 我们有交通工具可做了 女人们 就在她们茫然不解的情况下 一声污的火气气笛声响起 狂吃狂吃狂吃的声音 由远而近 女人们吓了一跳 寻声看去 就看到一艘巨大无比的大铁车 呼啸而来 哇 这究竟是什么东西 只见那大怪车上跳下来一个人 他挥着手 对着诸葛王缠笑 小诸葛 你回来了 诸葛王缠笑 回来了 老李 你怎么会在火车上 那老李笑道 这辆列车从明天开始要正式收费了 我应聘为了检票员 你看 火车站那个小窗口 明天就要开始卖票了 诸葛王缠 原来如此 这一段火车也要收费了 嘿 也是 花了这多么前进的铁路和火车 收点车费也是应该的 总不能一直发福利 让大家免费坐 老李 对了 新路线也要开放了 从西安 经过大立县 城城县 高家村 河阳县 洽川马头 01黄河大桥 孙吉镇 蒲州 和这一条超长线路的火车铁轨 已经全部打通 即将通车了 你这次回村 就可以看到新路线的通车仪式了 诸葛王缠 那可真不错 有空了 我也得去坐坐 两人拉完家长 诸葛王缠回过头 对着发愣的女人们挥了挥手 笑道 大家上车吧 女人们乘上大火车 在屋 狂吃狂吃的声音中 向着未知的新世界赶去 乘火车带给他们的新奇感 让他们颇有点兴奋 一辈子没有出过侯家庄的女人小孩们 眼光见识并不光 他们只是感觉到 火车这个东西 非常兴起有趣 却不知道 这个东西蕴含的技术 在这个时代极为逆天 全世界都没有 只有高家村有 越是不懂 越是能从中享受到乐趣 懂得太多 反而会在惊疑与震惊中 错过了对美好的感受 没用多久的时间 火车停靠在了寒城站 在这里要停靠15分钟 车上有一些乘客下的车 也有新的乘客上车 女人孩子们 与后勤兵加在一起 也没有坐满一个车厢 还有小半个车厢 有别的旅客在上上下下 一个穿着伤骨衣服 胸前用金线 绣着天尊像的男人上了车 进了后勤对战的这个车厢 然后一眼就瞅到了诸葛王缠 笑着打了个招呼 小诸葛 诸葛王缠回过头去 笑道 我当是谁 原来是藤一丰 藤老板呀 你不是在城城县城搞水泥场 怎么跑寒城来了 藤一丰笑道 城城县城 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 已经发展得很好了 水泥的销量也开始下降 我得在建设的还不够的地方 去开新厂子 才能裁员滚滚吗 诸葛王缠笑 藤老板生意越做越大 要发大财了 藤一丰乐呵呵地笑 都是多亏了天尊他老人家 两人聊天的时候 旁边的女人 也在小心翼翼地打亮这两人 一个女人眼间 发现了藤一丰胸口的天尊 像是金线刺绣的 而诸葛王缠的 却是棉线刺绣的 这一下子 差距还真是挺明显 他悄悄地找了个后勤兵 小声问道 大哥 你们胸口刺绣的天尊像 是不是刺金的就是大人物 刺银的小一级 棉线刺绣的又要小一级啊 就像朝廷官员的衣服分级一样 后勤兵笑了 这倒不是 咱们高家村 并没有这样的分级制度 用什么样的线 来刺绣天尊像 全凭个人喜欢 喜欢用金线刺绣就用金线 喜欢用棉线就用棉线 当然 有线人往往就喜欢用金线 后勤兵笑道 但这个事也不绝对 比如 咱们村的总管是32 虽然是身份地位最高的人 根本不缺钱 但他却喜欢用五颜六色的彩色棉线 来刺绣天尊 还有村子里最调皮捣蛋的高三娃 他胸口的天尊像不是刺绣的 是花重金请工匠打造的一个同兄章 上面雕刻着天尊的脸 后勤兵笑道 反正很自由的啦 每个人都可以尽情地 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来 天尊也鼓励大家 这样要大家尽量 不要在服侍一类的东西上面 体现阶级差别 女人们听不懂 什么阶级差别一类的话 但是却听懂了一件事 有钱可以玩个性 没钱就只能随大流用棉线 看来 准备嫁人的时候要注意 他们正在这里研究着 天尊像的奥秘呢 滕一峰的注意力 落到了他们身上 小诸葛这些女人 是什么情况啊 你在哪里拐来的 诸葛王缠哭笑不得 又说我拐 这是天尊救的难民 滕一峰双眼一亮 难民啊 到了高家村 肯定要找工作的吧 诸葛王缠 是啊 要找工作的 滕一峰大喜 赶紧转头对着女人们招手 各位大妹子 要到我的厂子里来上班吗 我新搞的水泥厂 需要一批煮饭工 清洁工 每天三斤面粉的工钱 包吃住 逢年过节 还会给你们发年终奖 发粽子和月饼哦 女人们听了这话 奇奇一愣 咦 上一次听到这话 是在纪山县 一个大家小姐对他们说的 当时他们 听了这个工钱待遇 就感觉三小姐像个大骗子 但是现在又听到滕一峰这样说 就有点懵了 一个女人忍不住就问道 这里的工作 都有这么高的工钱 嗯 滕一峰被那个高字 给刺伤了 有点小尴尬地道 大妹子 别说反话讽刺我嘛 我知道这工钱开得很一般 一点也不高 要不这样 月底再给你们多发 五斤面粉的额外奖金 女人们 还以为对方已经很高了 结果自己才一问 对方就又涨了点 见女人们梦了 一路护着他们的后勤兵 也不禁笑了 凑近过来 给女人们分析道 其实这个工钱一点也不高 高家村的粮价现在很低 一斤面粉 顶多七文钱到八文钱的样子 一天三斤面粉 也就是才赚二十几文钱 一个月下来不到七百文 真不算多高的工钱 女人们 后勤兵低声道 做饭和做清洁什么的 技术含量太低了 所以只能拿这种像低宝一样的工钱 如果你们擅长织布 缝衣 刺绣 就不要去藤一峰那里打工了 去纺织厂做技术女工 一个月能拿三两银子呢 女人们 三两 三两银子属实 把他们震惊到了 他们以前生活的小村子里 没有人能一个月收入三两银子 他们只听说 村长有一个远房亲戚 在庆州城里做小生意 卖油狼 一个月能赚到四两银子 村长每次提到这个卖油狼亲戚 都会露出一脸骄傲的神色 吹嘘他家的亲戚 有多能干 多厉害 那卖油狼 有一次来侯家庄村长家里窜门访亲 村子里的女人 都去围观见那卖油狼的妻子 穿着一身漂亮的花棉袄 头上还插着根银钗子 花棉袄得五两银子才能买一件呢 侯家庄的女人们 这辈子都没想过自己穿得起 在高家村访制厂的工前 女人们全都猛了 三两 要是我一个月能赚到三两银子 工厂还包吃住 那我还嫁什么人 我自己一个人 就能把孩子养大 给自己和孩子 都穿上五两银子的棉袄 头上还能插遍银钗子 大火车带着女人孩子们 一路狂奔 终于来到了高家村本村 此时已经是傍晚 夕阳西下 但高家村本村 早就已经诞生出 非常丰富的夜生活 整个高家商圈奔红酒绿 一片繁华盛世之景象 女人们才下了火车 就被高家商圈 那热闹的气氛给吓猛了 这是什么等级的超级大城市啊 肯定比庆州城还要繁华吧 虽然他们也没去过庆州城 但却有了这样的感觉 从乡下地方 陡然来到这么大的城市 心里慌啊 就在这时候 他们突然看到 前方走来了一个人 是一个他们很熟悉的年轻男子 在侯家庄 以一人之力 将他们护在石屋中 那个让人仰慕的年轻人 李道玄来了 Test 零三行天尊 终于制作成功 内藏各种奇葩武器 甚至连肋骨 都可以翻转出来 变成刀片的恐怖战争机器 但外表看起来 和普通人并没有差别 他对着女人们挥了挥手 嗨 欢迎光临高家村 女人们一看到他 比看到谁都安心 啊 肖大侠 天尊 他们已经知道了 李道玄是这里的老大 最大的大老爷 他们只是很奇怪 在侯家里时 这位大老爷 明明是打算继续跟着军队行去 要去继续剿匪 他现在怎么又回到这里来了 李道玄对他们微笑 我说过的 你们到了我的地盘 就会发现我无处不在哦 女人们仔细想 好像他真说过这句话 李道玄 今天天色已晚 我会让一夜 给你们安排住宿 饮食 你们先好好地休息一下 接下来 你们就在村子里随意走走 随意看看 找找自己喜欢的工作吧 有什么不懂的 可以找一夜问 也可以找村子里的管理者们 越询问 大家都会乐于帮助你们 女人们赶紧谢过天尊 李道玄 我只希望你们谨记一件事 那就是 只要你想 你愿意 那你也可以不依附于别人生存 不需要把自己的未来 寄托在一个男人的身上 女人们 就在这时候 旁边的高家商圈里 突然响起了歌声 一个从蒲州花花世界 明星事务所过来的女明星 正在商圈里寻游演唱呢 看见蟑螂我不怕不怕了 一个人睡也不怕不怕了 晚再黑我就当看不见 太阳一定就会出现 她一唱 就有许多男男女女 跟着一起唱 整个高家商圈 嗨翻了天 大群女人 在寻游队伍旁边 蹦蹦跳跳 那些对女人的约束规矩 在她们身上 是半点也看不到的 新来的女人们发现 高家村这里的女人 和侯家里的不一样呢 好想像她们一样地活着 西安城东郊 正在举行剪彩仪式 从西安城直通河东道的 超长距离火车 今天正式通车 这条铁道的打通可不容易 它全程600多里 翻山越岭 跨河过弯 将高家村 目前实际控制的重要地点 东西贯穿连接了起来 光是铺设铁轨用的铁 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只靠高家村 现在占据的几个铁矿 产量根本不够 全靠天尊作弊 当然 下一条铁路 天尊就肯定不会再作弊了 西安府的达官贵人们 几乎全都来到了火车站 观看这个隆重的剪彩仪式 只见高家村的西安总代表 趴地兔走了出来 拿起了大剪刀 不过 他想了想 还是将剪刀递给了王堂 顺便在他耳边低声道 还是你来 我好像不太适合这样的场景 我现在好想使出天兔断霸剑 把来参观剪彩的嘉宾们 全部截负几瓶了 根本不想和他们说虚话 王堂哭笑不得 兔爷 你也真的是 他接过剪刀 对着宾客们 说了一通场面话 省略一亿字 然后咔嚓一声 剪断了彩带 我宣布 西安至河东的西河一号列车 今日正式开始投入使用 掌声响了起来 达官贵人们纷纷鼓掌 现在开始登车了 今天特别优惠 第一趟乘车免费 免费的是谁不喜欢啊 达官贵人们纷纷登车 只有秦世子朱存姬 一脸惆怅 站在火车站边 哎 我不能去 明朝的藩王 是不能离开封地的 朱存姬最远 也就只能在西安城周边 郊游一下 去个陵桐泡温泉 在远一点的地方 他连一步也不敢踏足 王堂走了过来 笑道 这辆火车也会在陵桐停靠 世子殿下可以坐坐 到陵桐下车即可 朱存姬大喜 赶紧一个剑步窜了上去 很快 火车发动了 带着满满一车的有钱人 和他们的护卫 丫鬟 仆人 向着河东出发 朱存姬只能坐很短的距离 但他只坐了一小段 心里就有了异样的想法 招来列车员问道 这车今天是免费 以后再坐 就要收车票了是吗 列车员点头 是的 朱存姬 车票贵吗 列车员 说贵也贵 说便宜也便宜 若是乘坐前面的几节高级车厢 车费就会很贵 坐几个站就要几十辆银子 但若坐中间的中间车厢 车费就低很多 几两银子就能坐几个站了 若是坐最后的低级车厢 几十个铜钱即可 朱存姬数了数车厢的结束 又算了算一节车厢 能装多少人 掰起手指一算 咦 这车满载 一趟能赚上千辆银子 列车员笑道 没那么容易满载了 朱存姬 就算半载 也有几百辆银子的收成 哎呀 这门生意好像做得 身为藩王对权利 是没有任何追求的 就想多赚点钱 朱存姬对于弄些资产 还是很有兴趣的 但是 话说到这个地方 列车员已经无法和他聊下去了 因为列车员的眼光见识 已经不足以继续这个话题 朱存姬赶紧在车厢里寻找 还真给他找到了 提着个鸟笼 鸟笼里有一只黑色八哥的 高家村幕后老大 TEST01号天尊 朱存姬一屁股 就坐到了李道玄对面的椅子上 微笑道 李元外 咱们又见面了 本世子有点小生意 想和你谈谈 八哥 谈生意有什么用 硬不起来了 朱存姬 李道玄看到朱存姬坐过来 马上就猜到了 他在想什么 哟 世子殿下对这大火车有兴趣 是啊 相当的有兴趣 朱存姬黑黑笑 我看这大铁车 跑一趟就能收几百两银子 甚至上千两银子的车票钱 属实是个赚钱的好东西 李道玄 想搞 朱存姬点头 想搞 李道玄笑着摇了摇头 世子殿下 你搞不了的 朱存姬 为何 李道玄 你看看这大铁车 造一辆要用多少铁 朱存姬 李道玄 你再感受一下 辅在地面上的铁轨 从这里辅到临线 需要多少铁 朱存姬 好吧 这一下朱存姬懂了 他不够钱 搞这么大的项目 朱存姬 你是怎么够钱搞的 他不觉得眼前的李源外 能比他秦王府有钱 连他都觉得自己搞不起 那这个李源外 是怎么搞出来的 李道玄 股份制 朱存姬 李道玄 一个人搞不行得 拉上别的有钱人 一起搞才行 比如 我出十万两 再找一个合伙人 出十万两 我们一人占一半的股份 就能搞出二十万的大投资 朱存姬这一下明白了 原来就是合伙做生意吗 说个什么股份制 编写新名词出来 朱存姬 你的意思是 我想搞这个 得和别的人合伙搞 几句选一条好线路 把铁路铺起来 大火车跑起来 车票收起来 李道玄校 是的 拉上西安城里的富户大亨们 一起出钱 在我那里订购大火车 订购铁轨 然后 你自朱存姬懂了 看来 这是我得琢磨琢磨 八哥 琢磨有什么用 硬不起来了 朱存姬怒嘈的一声蓄满 你这臭鸟 本世子人你很久了 李道玄心中暗乐 尽管琢磨吧 你堂堂一个亲王 找人合伙做生意的话 肯定也不能找普通商人 就只能找别的皇亲国妻 然后你们就搞出一个 皇家铁路公司来 这样其实也不错 你们的钱就相当于 投入了民生建设之中 等到革命的浪潮到来 你们建的基础设施 就会落入人民之手则 这不是贼好吗 两人小聊了一会儿 灵童站到了 朱存姬不能继续向前 只好惆怅地下了火车 又钻进温泉度假村里去了 大火车继续前进 川州过县 来到了高家村火车站 Test 01天尊在这里下了车 晃晃悠悠地走进了后车室 然后坐在后车室里的 Test 03天尊站了起来 从初号机的手里接过鸟笼 拍了拍他的肩膀 恭喜你光荣退役 三号机走出后车室 重新回到了火车上 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 高家村的英雄好汉 正在后浪推前浪 初中毕业生们开始展露头角 而天尊的身体也在升级换代 迈向新生高家村的大军 还在追击紫荆梁布 所谓除恶药物禁 击溃紫荆梁后 乘胜追击那是必须的 朝廷此时也已经拉开了大网 宣大总督张宗恒 山西巡抚徐鼎晨 四川总兵邓继 川中百杆兵 副总兵左梁玉等等 多路部队正向着紫荆梁布收网 高家村的兵力准备配合一下这张网 然而 刚刚追过了五香线 就见一骑信使 飞快地冲了过来 到了诸人面前滚安落马 急吼道 王小花王千总在吗 众人一起转头 用古怪的眼神看着白猫 白猫大汉 喂 叫我王千总就行了 没必要在前面加上全名吧 那姓史 我是平阳之府窦文达的家丁 由紧急军情相告 白猫 那姓史 严正虎步贼军攻破了西州 在我出发的时候 他们离平阳府 只有百里之遥了 知府大人身边 只有一部名团 不堪一用 求王千总回援 白猫 Test 零二天尊这时候 刚刚用胶水沾好了 被砍坏的硅胶身体 对着白猫挥了挥手 去吧 追击紫禁梁的队伍 少了你一个没事的 不能让平阳府的老百姓被残害 白猫点了点头 抱了抱拳 和王二两人 立即率军折返 向着平阳府去了 李道玄想了想 转身对时间到 习州临近黄河 严正虎不一定会去平阳府 万一他沿着黄河东岸南下 龙门黄河大桥 就会首当其冲 你得回去驻守龙门大桥 时间也赶紧领命 率部回去镇守 这一下 高家村民团 一下子减了两千兵力 不过大伙 还没来得及继续向前呢 又一起快马飞奔来 这次来的信使 居然是高家村 自己的民团赤后 这赤后飞速到了大伙面前 对着Test 零二天尊一个大礼 天尊 大事不好 李道玄 哦 赤后飞快地报告道 上天龙打下阳城 离河东岛很近了 我们的产颜 重地不太安全 城中留守的兄弟 派我前来求援 李道玄 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呢 程序就低声道 天尊 比起追击流寇来说 守护我们自己的地盘 显然更加重要 嗯 李道玄认可他这句话 虽然他关爱众生 但关爱之中还有偏爱 自家小人的命 比野生小人可重要得多了 河东岛既然遇险 行红狼部肯定要回去守 而且 流寇打仗不同于官兵 不会一个城池一个城池地挨着打 而是会穿山过林 绕着城池打 也就是说 不光河东岛不安全 浦州也会不安全 所以 老南风部也得一起回房 程序 看来 我们没法追击紫金梁了 李道玄点了点头 收兵 回吧 张凤怡就有点尴尬了 诸位 你们都回自己的住地了 我该怎么办 李道玄 张将军 川中百感兵久战疲乏 继续追击紫金梁 也属于不治之举 不如退到河东岛休息休息 你意下如何 张凤怡其实还真想继续打下去 但是看了看身后的士兵们 个个脸露疲态 侯家庄内议 虽然最后被高家村挤救了 但百感兵也有不少人受了伤 许多人都打得筋疲力尽 眼下确实需要好好休息一番 好吧 我跟你们退到河东城去 崇祯五年 十二月 高家村军团撤回驻地 同月 李自成同八金刚 过天星突出骑兵 从太行山里杀了出来 于十二月二十四日五谷 一举攻破了辽州 经左权县 宣大总督张宗恒 和山西总兵尤世禄 大出意料 尤世禄赶紧上书 执索尾之贼 细子金梁等 而闯将等系西河之贼 不知何故放松 令其蹂躏东向 唯恐有破朝复卵之患 于是不暇顾索尾之贼 即你走辽州应援 以全疆土 接下来 尤世禄就率军于十二月二十八日 赶到辽州城下 经过两天围攻 李自成丢下了一千三百多具尸体 败走 再次退回了太行山 崇祯六年 正月 京城御书房 朱有俭翻看着奏报五官 几乎全都皱到了一块 六年了 贾匪已经整整六年了 天下还是一团乱麻 旁边的大太监曹化纯赶紧道 这不是皇上的错 皇上勤政爱名 历经图治 是千古难得一见的明君 都是下面的官员不好好办事 这话朱有俭爱听 他随手又翻开一篇奏章 是蒲州守备老南风送上来的 讲的是侯家庄一意 当然 这份奏报 就是程序加油添醋的那一封 什么敌军十万 什么碗弓搭建四面射之 什么一见一个贼球一类的 朱有俭的心情 就好似做上了一台喷射机 这一仗也打得太漂亮了 不会又是谎报军情 逗阵乐的吧 他带着这样的怀疑 又翻开了川中 百杆兵张凤仪发上来的奏章 居然说看他们写的就行 说明张凤仪并没有反对 老南风的奏章 朱有俭的心情 再一次做上了一台喷射机 剿匪有功 当重赏 朱有俭大喜道 这个叫蒲州守备 应该给他升一升 老曹 你说 这人接下来升个什么好 曹化纯想了想 他现在是蒲州守备 正无品 立了如此大功 官升一级 应该不过分 可以给他升为四品的游击将军 令他以后负责剿匪 有了游击将军衔 他到处追击流寇 也会更加名正言顺 朱有俭 准了 就这样写旨 说完 他又指了指王小花 时间这两人的名字 这两个千总也做得不错 该给他们两人升上一升了 曹化纯 正巧了 平阳知府上书 说平阳府缺乏守军 请朝廷把王小花留在平阳助手 朱有俭 好 升任王小花为平阳守备 那时间呢 曹化纯 合金守备如何 朱有俭点头 准了 他的注意力落到了行红廊上 这个人是受降的流寇吧 怎么坐了个兵被盗的位置 兵被盗明明是文官 曹化纯压低声道 兵被盗也要监管地方军务 而河东盗那地方 当时才打过一场大仗 普通文官哪里敢去 山西巡抚就拉了个流寇过来管严正 这行红狼虽然是流寇 却做过私盐贩子 投资搞过许多产业 经营即善 山西巡抚 应该是看上了这个人的政务能力 才让他顶了位置 坐得兵被倒 朱有俭 胡闹 再怎样 也不能让一个流寇家私盐贩子去管严正 这不是 让老鼠看守米仓吗 曹化纯 这朱有俭想了想 这个人不能再生了 已经生得太多 还是令他驻守河东道吧 而且 老鼠看守米仓可不行 严正方面 朕得另外挑选一个人选去管理才是 曹化纯压低了声音 皇上 现在山西太乱 文官们都不愿意去啊 朱有俭 文官去了 朕也不放心 还是得派自己人去才行 在管理挑选一个自小跟着朕 忠心耿耿的太监去河东道 帮朕看着点严正 曹化纯心中暗喜 朕命令他喜欢 这一下可以安排一个自己的心腹小太监 去河东道管沿了 严正可是肥缺 这位置坐上去 肯定能捞不少钱 朱有俭自认为解决一个大问题 真是个英明睿智的皇帝 继续翻阅下一个奏章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严正虎占据交城 禁逼太原 攻太原不克 转头打掉了西州 上天龙巨无城 禁逼坟州 也是攻坟州不克 转头去打掉了阳城 最最离谱的是 李自成一举攻破了辽州 然后被山西总兵游士路打败 赶进了太行山 却没想到 李自成干脆直接翻过了太行山 进入基辅地区 出现在顺德 京河北省邓台地区 珍定 京正定 梁府境内 朱有俭手上 拿着给世忠孟国座送上来的奏章 激南咽喉种地 顺德为大平原 千里直走京师 非有河山未知避野 朱有俭的心情 就好似坐上了一台跳楼机 有没有搞错 流寇都快攻进京城了 朱有俭气得整个人都要跳起来 徐鼎晨是吃白饭的吗 堂堂山西巡抚手上 掌握着整个山西的军队 居然屡屡让流寇逃出升天 现在都跑到基辅地区来了 岂有此理 简直是岂有此理 曹化纯 皇上息怒 息不了 朱有俭气得想摔东西 革职 马上把徐鼎晨革职 朕不要再看到这个人 让他永远别再来见朕 曹化纯 恶鼎晨上任才一年多 就革职的话朱有俭 朕不管 必须革职 曹化纯 可是官员们都不愿意 官员们不愿意 可不是小事 拉帮结派 互相推诿 朝堂上一扯皮 就能扯上几年 但巡抚的位置不能空置几年 必须尽快落实才行 朱有俭 让朕想想 对了 戴君恩 让戴君恩去做山西巡抚 戴君恩是谁呢 著名诗人 作家 别好兰江吃手 朱有俭并急乱投医 拉了一个诗人和作家 去做山西巡抚 至于效果好不好 他就不管了 他现在急着要管一管 已经离京师不远的流寇 朱有俭赶紧抽调通州兵二千 昌平兵二千 会同保定总兵梁府部八千人 配合大明兵被盗卢相声 和山西官军夹角 于是 又一个明末猛男卢相声 率领着他的天雄军 登上了历史舞台 征兵了 征兵了 高家村所有的时空地盘里 都开始飞扬着这样的消息 巨大的征兵广告被张贴了出来 图文并茂地讲解着 参加高家村民团 能享受的福利待遇 参加高家村民团 只需要经过体验和证审 过关者便可录用 不需要有文凭 一经录用 立即享有包吃包住 每月均享五两银子的待遇 除军享外 还有各种福利 不发媳妇 不发 由于老南非 时间 白猫三人升官了 可以名正言顺地 率领更多的军队出征 所以 高家村当然要争一波兵了 再加上这一次 高家村围追紫金粮 却因为老家受到威胁 不得不回军的事情 使得管理层们认识到 现在的兵力 是严重不足的 需要招募更多的士兵才行 不过 老革命碰上了新问题 在高家村的地盘里 征兵得到的响应 并不积极 哪怕民团的军饷 被提高到了五两银子 愿意加入民团的人 依稀是少数 这大约就是我吃的宝川的暖 为什么要去拼命的思想指导下 必然导致的结果吧 我朝自古以来就有一句话 叫做好男不当兵 好铁不打兵 这个思想放在今天来看 当然是错误的 但在明朝的时候 这个思想 却是很多人根深蒂固 改变不了的想法 毕竟那时候的军人都是军户 军户这东西和降户区别不大 赚钱十美你 送命十有你 子子孙孙 受人歧视白眼 而辖区里的老百姓 在天尊的保佑下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开开心心地当着白身 谁会乐意跑去做士兵 现在征兵和高家村 刚刚组建时征兵的难度 根本不是一个量级 越富有 以后征兵 大约就会越难吧 征兵工作 一度陷入了困难 程序坐在高家宝的主堡里 和三十二对猪二座 三管是 你是不是传单发少了 这都挣了快一个月的兵了 你就给我送了一千人来 就这点人数 够做什么 三十二 我可没少发传单 待遇也给得极高了 但是大家不乐意 去打仗我能有什么办法 这就叫 爱莫能助 程序歪嘴 那你说怎么办 三十二碍了一声 看来 咱们想要获得更多的军队 终究还是得向监狱伸手啊 只有监狱才是最好的后备营 这就叫 另辟蹊径 程序 监狱里不是老弱病残居多吗 能用来做士兵的 能有多少 三十二 有一批青壮年 在监狱里待的时间有点久了 也许可以拿出来用 这批人足足有五千人之多 说不定可以给你 雪中送炭 程序 妈的 我认识你都六七年了 还是受不了你这说话的味道 每一次见你 都想揍你 三十二 当初沿岸流寇 向红城仇投降 红城仇杀了几百个领头的汉匪 然后将三千名降贼 交给赫人龙贺疯子 由他押送进了劳改谷 这是你还记得吧 那三千降贼中 有一千五百轻壮 现在也服刑了快两年了 应该也改造得差不多了 可以去看看能不能用了 另外 还有当初王家硬死的时候 行红狼假装成流寇头目 跑到山脚下去拐回来的五千流寇 那五千人 全部都是轻壮可战之兵 也经过了一年多的改造了 三十二道 加起来一共是差不多七千人 你在里面好好 精挑细选 程序点了点头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程序只好又一次来到黄龙山监狱拜访了 走进黄龙山中 他游目四顾 不禁疑了一声 好久没来黄龙山 都快要不认识这地方了 只见山中到处都是水泥路 交错纵横 在山坡上弯弯绕绕 仿佛许多条灰色的蚯蚓 山上到处是建筑物 这些建筑物 还形成一个一个的小小聚 左前方就有三十几状房子 聚在一起 被一道长长的围墙围在其中 若不是围墙上 刷着劳改最光荣的字样 程序还以为那不是监狱 而是一个小小的村铺呢 程序凭着记忆 穿过一片陌生的建筑物 来到了监狱的中心的办公室 终于在这里 见到了种高粱 程序开门见山 种高粱 我是来监狱里征兵的 种高粱不禁愣了愣 哇 又来我这里征兵 要把我的青壮年劳动力都拉跑呀 程序哭笑不得 咦 你还重视起劳动力来了 种高粱 那能不重视吗 我这里也是在大稿建设的好吧 你看 这是天增交给我的规划蓝图 他拿出一张巨大的地图来 画的是整个黄龙山区 其中一大半 已经被圈进了李道玄的视野范围 但图上的规划 却是将整个黄龙山连视野范围之外 都囊括在内了 这就叫做提前规划 李道玄知道自己的视野 早晚都会把整个黄龙山区 全部纳入进来 山上所有值得利用的平缓地带 都规划了农田 工厂 居民区一类的东西 用长长的水泥公路连接起来 还有一条水泥路 穿过黄龙山 直达延安府 而这条水泥路 现在已经修了一大半了 只差最后一小段 就能与延安府打通 承煦看了这张图 也不禁嘀咕起来 都快连接上延安府了 三边总督红城仇 现在就坐镇在延安府里吧 那可是个狠人 要是他察觉到高家村有反应 也不知道要闹出多大的麻烦 放心 红城仇不在 种高粮道 蒙古部落西泛延随定边营 然后又攻略了灵州 横城 延随 西川等地 红城仇现在跑到雇园 去坐镇了 并不在延安 承煦这才松了口气 那延安 现在是谁在管 延随巡抚 陈其渔 种高粮道 这个人虽然也很厉害 但是脑瓜子没有红城仇好用 根本没有怀疑过我们 我们往延安修路 陈其渔还蛮开心的 说修路搭桥 功德无量 他非常欢迎香绳出钱 帮朝廷修路搭桥 李道玄的视野 现在几乎已经将整个黄龙山 都囊括在了其中 离延安府 只差那么一点点了 而高家村的水泥路 也马上就要延伸到延安府 此时 黄龙山正在疯狂搞建设 虽然种高粮手里 有足足十几万劳改犯 但青壮年劳力 依旧有点失井 毕竟 开发建设这么大一片山脉 真不是几万人就能玩得赚的 放到后市去 都是超级大工程 更别说这个主要靠 肩扛手扛的时代 陈旭 我猜不管你这边人力吃不吃紧 征兵是必须的 要是兵力不够 流扣打进了咱们的地盘 老百姓伤亡惨重 那修再好的房子也没用 这话倒也有理 种高粮只好妥协 好吧 你想要征召的那伙人 目前正在挖掘 通向延安府的最后的一段山道 我带你去那边看看吧 两人一起坐上了太阳车 沿着黄龙山里 新建成的水泥路 向着延安方向驶去 这条路还真不短 在山林里穿来穿去 蜿蜒而行 足足跑了一百多里 坐车把程序都做得不耐烦了 前方终于没路了 水泥路到了尽头 前面变成了黄泥路 大群劳改犯 正在这里努力干活 将道路向前延伸 程序精神一震 赶紧从车上跳了下去 对着工地大喊 劳改的都过来 我有话要 劳改犯们暂时放下手里的活 拒了过来 七千人好大一片 急急嚷嚷 但却很安静 没有人喧哗吵 看来这几年 他们在监狱里 也学得非常的规矩了 程序扯开嗓子 大声把征兵的事宣布了出去 果然 这征兵的消息 在劳改犯们这边的反响 比在普通老百姓那里要好得多 这些劳改犯都加入过流寇 是见过血拼过命的 他们不像普通老姓那样厌战 一听说做民团士兵的福利待遇 立即嗷嗷叫着 表示愿意加入 程序大喜 这下终于补充到了大量的兵员 正开心呢 那劳改犯中 有一个看起来挺老实巴交的人开口道 和教习 我也很想马上加入民团 但是眼前这条水泥路 名叫黄岩公路 马上就要建成了 只差最后一个山峰 修过去就到延安府 这条路是从头到尾都有参与的 从第一出头开工就有我在 如果没看到 他修好就离开 我心里有点不甘啊 他这一说 别的劳改犯也转头看了过来 大伙先看了这老实巴交的人一眼 又转头去看最后那座山峰 这座山峰的名字叫做大敦梁 它是延安府面前最后的拦路虎 只要翻过这座山 黄龙山与延安府就全线通车了 劳改犯们看着这座山峰 眼里露出了复杂的神色 承煦看出来了 这些人全都不干 黄炎公路是他们一手一脚挖出来的 现在只差最后一点点 如果不见好 这些汉子应该会留下一辈子的遗憾吧 承煦 呃 好吧 我看这样好了 你们把最后这一点点公路修好了 再入伍 虽然看起来只有一点点 实际上要修很久哦 重高粱从旁边冒出头来 公路可不能直着爬上山 再直着从另一边山坡下去 必须蜿蜒像蚯蚓一样盘上山 而且 这座大墩梁特别的陡峭 与普通山峰又不一样 要把盘山公路修上去 特别的困难 说到这里 重高粱小有点尴尬地道 这工程搞不好 还要搞上半年 半年 程序大吃一惊 不行 征兵的事可拖不了半年 现在流寇肆虐 天下一片混乱 咱们征了兵之后还要训练 要能拉出去打仗 还得训练上半年一年的呢 要是半年后再来征兵 黄花菜都凉了 重高粱 那怎么办 程序 这还真不好办 两人正在纠结呢 程序胸前的金线天尊 突然开口了 我来想想办法吧 啊 参见天尊 程序和种高粱赶紧行礼 金线天尊笑着道 公路要翻过大墩梁 是吧 种高粱 是的 但这山峰 嗯 我看到了 金线天尊打量着眼前的大墩梁 心里琢磨着 要不要伸个铲子进来 把它给挖走 但是仔细一看 就发现没那么简单 大墩梁属于黄龙山脉的一部分 主体基本上都是石头结构 石梁与旁边的山脉连结在一起 是个整体结构 小铲子根本撬不动这么大一片 连在一起的大石头 自己用金属刮片 帮着刮出一条路行吗 似乎也不行 山太陡峭了 中间还有许多V字形深钩 就算自己帮忙刮出一条路来 这条路也依旧崎岳蜿 绕来绕去 工人们要给这条路浮上水泥 也是一件超大的工程 上坡下坎 要许多时间才能搞定 事到如今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了 李道玄黑黑笑道 打隧道吧 程序 啥 种高粱 隧道是啥 李道玄 两点之间直线最近 在大墩梁底部 打一个洞 从山的这边 直通到山的那一边 这个洞的名字主 叫做隧道 如此一来 就不需要在山上弯来绕去的 修什么盘山公路了 公路能修得很短 工期可以大大压缩 程序 吓 崇高粱 这怎么可能做得到 他刚说完 猛地想起来 人类做不到 但是神仙可以做得到啊 赶紧捂住了自己的嘴 看人家程序就聪明多了他 虽然也经了一经 但是根本没有质疑 天尊能不能做到 种高粱哪知道 当初程序被李道玄 就去高家村时 就是把一座小山打得滑坡 用泥石将程序掩埋 才让锦衣卫误以为他死掉了呢 程序当然是知道天尊的神通的 经线天尊道 你们稍假片刻 我去准备器具 说完 经线天尊沉默了下 程序挖得叫了起来 天尊去准备仙家法宝去了 种高粱也醒悟过来 一个能把山打穿的法宝 两人这一吼 那七千的劳改犯也听到了 轰的一声围了过来 天尊要出手挖山 想看 好想看 七千人赶紧在大墩梁对面的 一片小山坡上坐了下来 拍拍坐 吃果果 拿出各种干粮 水袋 一边吃 一边等着看天尊施展仙法 李道玄在寻找工具 筷子 别傻了 大墩梁就算横宽高 全都缩小两百倍 也是一块大石头 不是拿筷子可以捅穿的 在石头上打洞 要什么工具 那当然是电钻了 李道玄赶紧出了门 来到了小区的物馆 亲切地呼召了一声 物业管理小姐姐 我家里需要打个洞 能找你们借个电钻吗 物业小姐姐 露出一脸迷人的微笑 双手给他递过来 一个单手直的小电钻 还递上来一盒 可以更换的各种型号的钻头 有长有短 琳琅满目 李道玄卸卸过了物业小姐姐 拿着电钻回到了家里 插上电源 先虚空开一下试试 那电钻屋的一声旋转起来 吓他一大跳 手抖得差点拿不住 果然 这玩意儿不是专业人士 很难一拿到手 就用得好呢 不管了 霸王硬上弓吧 他走到箱子边 调整了一下视角 让大墩梁移到了箱子边缘的位置 自己的手刚好够得着的地方 然后先伸出了左手 扶稳了大墩梁 这才用右手拿着大电钻 缓缓地放了下去 承煦 来了 崇高梁 看看 先加法宝来了 七千劳改犯 花 管 而是有一个奇怪的钻头在前面 众目睽睽之中 天空中飞下来了一个奇怪无比的超巨大的机器 那机器看起来像是一把短冲 但它没有枪 这让承煦想起了 前些天杀掉的那个贼子小头目 金刚钻 那巨大的钻头 伸到了大墩梁底部的位置 比划了两下 选定了一片山壁 然后嘛 开关打开了 钻头飞快地旋转了起来 七千劳改犯 哇 先加法宝再旋转 转得好快 好快轰 大钻头捅在了山壁上一瞬间 那山壁就被钻出一个大洞 乱石纷飞 沙尘扬起 画面之恐怖 让人咋舌 七千劳改犯 啊 这东西 连山洞能一下钻一个大洞 这钥匙钻在咱们的身上 不少人吓得瑟瑟发抖 心里想 当初我们做坏事时 天尊要是拿这个给我们钻一下 我们乃还有命在 多亏天尊人善 饶了我们的狗命 现在我们才有机会 在这里看天尊试展神通 只见那仙家大钻头 还在拼命地狂钻着 大墩梁根本不堪一击 石洞越钻越深 不一会儿 山腹就被钻穿了一半 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大洞穴 仙家法宝飞回了天上 不一会儿 又换了一个更长的钻头下来 钻进山洞 继续 程序和肿高梁 看得如痴如醉 此等神通 只因天上有 感谢天尊 让咱们这些凡人大开眼界 哄 穿了 大墩梁终于被钻通了 李道玄把脑袋伸进箱子里 对着那个小洞看了一眼 很好 能从这一边 看通到另一边了 他再轻轻摇晃了一下大墩梁 试试这个隧道的稳定性 要知道 隧道的稳定性是很重要的 钥匙里面经常落实 那可不行 所以 先摇晃一下山体 就能看出来 里面会不会崩塌 这一摇 看在程序眼中 那简直就是地龙翻山 惊天动地 面前的整个大墩梁 都在左右晃动 贼恐怖 摇了一阵之后 隧道里并没有落实和崩塌 李道玄这才对他感觉到满意 为防万一 干脆再插一根PVC的大管子 穿过隧道 接着一个供杆 刷的一下 跳到了程序胸口的金线天尊上 好了 隧道挖通了 接下来 让劳改犯们 把隧道清理一下 一条水泥路 就可以从隧道里扑过去 直通延安府了 可以了 程序大喜 他刷的一下跳起来 根本没有向劳改犯们 说半个字 而是手舞足蹈地 冲向了隧道 金线天尊 喂 干嘛呢 程序一脸的兴奋 我要第一个进去看看 我要摸摸仙家法宝 轰出来的大洞 金线天尊 程序飞 奔进隧道 圆形的PVC大管子 让人有点猛 程序在隧道口走摸摸 我来了 他的声音在隧道的洞壁上 撞来撞去 撞来撞去 形成了回声 这一下 让程序兴奋地 不要不要地 对着隧道里 就一路狂奔了进去 哈哈哈哈 我是第一个进来的 我是第一个 金线天尊一时无语 算了 懒得李这个神经病了 刷的一下供杆 又跳到了种高粱的胸前 叫大家进去修路吧 种高粱 其实也正处于猛逼状态呢 被李道玄一喊 这才清醒过来 欢呼道 大家起来干活吧 原形底不利于穿行 大家把里面抚平 弄上水泥路 一直抚到延安抚去 然后我们的工程就结束了 大家就行满出狱 去当兵吧 七千劳改犯 齐声欢呼 好 天尊威武 仙家法宝太厉害了 我最后的劳改生涯 哈哈 终于要出狱了 好开心 冲了 劳改犯们 也一起冲向了隧道 种高粱乐呵呵地 看着眼前的隧道 突然灵光一闪 这隧道应该取个名字吧 我看 就叫天尊隧道好了 李道玄 难听 不要 种高粱 哎 这可是天尊挖的 用天尊隧道这个名字很好啊 李道玄 不要 太难听了 种高粱 要不然 就叫红高粱隧道 李道玄一阵无语 你一边玩去 我来取名 他想了半天 嗯 决定了 他的名字叫黄秋台隧道 崇高粱大齐 这个名字 有什么寓意吗 李道玄才没什么寓意呢 只是 后世的我朝地图上 在这个位置也有一个隧道 名字就叫做黄秋台隧道 他就把这个名字搬过来了而已 劳改犯们冲进隧道之后 立即开始了工作 一个戴篮帽子的劳改犯 居然不需要李道玄提醒 就大声吩咐起黄帽子来 来点人 搬泥土进来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圆圆滑滑的脚底下 俯成平路 地面堵实 铺上水泥 水沟 别忘了在路两边流出排水沟 不然下雨天可不得了 河东城 行红狼正率领着一群部下 站在城东门 摆开了架势 接人 当了朝廷的官员 就这里不好 有一大凡文入节 他很讨厌这些 但为了天尊交代给他的任务 却不得不去应付 零三天尊站在他的身边 笑嘻嘻地道 别在意 就当陪小丑演戏 也是一种乐子 行红狼 天尊说的是 我就当陪朝廷的官们演戏完了 两人说到这里 一大群人拥着一辆大车 缓缓地驶到了面前 车上下来一个老头 看起来满身的文人气息 这位正是新任山西巡抚 戴君恩 诗人 作家 戴君恩一见了行红狼 就不禁嘖嘖称奇 女将军 真是好一位威风赫赫的女将军 听闻行将军大败多股流寇 拯救河东道 不久前还在侯家庄仪一里 包围紫金粮 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行红狼不喜欢说客气话 只好抱了抱拳 装出我是军人 我很笨拙 不爱说话的模样 应付了事 戴君恩 哎呀 一看到女将军 我突然想写射 抱歉 我先写个诗 再和大家聊 他身后跳出两名家丁 双手送上文房四宝 戴君恩刷刷几笔 就在纸上写了一首诗 不过刚刚写完他似乎就不太满意 又把纸揉成一团扔掉 再转过头来 哎呀 抱歉 我这人年龄大了 一旦想到了诗句 就必须马上写下来 否则回头就会忘记 经常会因为写诗 而怠慢了客人 我们刚才说到哪里来着 行红狼哭笑不得 李道玄笑着接口道 老人家 我们刚才啥也没说 都是你在说呢 戴君恩转头过来看了一眼李道玄 突然大写 好一位少年侠士 英俊潇洒 气度从容 我突然想为你写首诗 他身后的家丁 刷的一下跳了出来 戴君恩提起笔 刷刷刷 转眼就写了一篇诗 李道玄还真想看这家伙怎么写自己 垫起脚偷看 被他身体挡住了一半 只看到那诗的后半句 青山绿水千年事 明月苍松一进风 他写完之后一看 感觉好像不太满意 揉成一团 向旁边一扔 再转回头来看着李道玄 抱歉 刚才写诗去了 我们聊到哪里了 众人齐齐到抽了一口凉皮 这人做巡抚真的靠谱 李道玄 老人家 咱们抓住重点吧 你这次来河东道 是为了啥啊 戴君恩 对对对 抓住重点 老夫这一次来河东道 是给大家介绍一个人的 他对身后指了指 这位 是皇上派下来 兼礼严苛的公公 名叫姨 你名叫什么来着 他身后走出来一名中年太监 面白无须身材微胖 穿着一身太监服饰 哭笑得不得地道 我姓蓝 明新阳 宫里的人都叫我一声蓝公公 戴君恩这才转过头来 对行红狼道 这位是宫里来的 蓝公公 今后他会留在河东道 负责监理颜客 众人心里暗想 朱尤简看来是不太放心行红狼了 所以派一个太监来监管他 这事情倒也不必明说 懂就行了 反正 你有张良记 我有过墙梯 兵来降挡 水来吐烟 蓝公公向前一步 脸上露出一股子人上人 看下面的 都如渣渣般的嚣张表情 咱家是凤皇上的命令 来这里看着严正的 废话也就不多说了 先带咱家去看看 这脸池严村的情况吧 行红狼看向李道玄 李道玄回了一个肯定的眼神 这公公要看 就让他看呗 反正高家村早有准备 行红狼 好吧 那我就带公公去看看 这脸池如今的状况 蓝公公 请带路 带君恩 老夫也一起去看看 一行人出了河东城 向着脸池行去 脸池很大 长四十余里 宽也有四五里 高家村早就为了应付朝廷的检查 做好了准备 由高家村出手建设 拥有非常强大的 制炎能力的岩村 都故意被安排在 了脸池东南角 而离河东城 最近的这一片池边岩村 全都是故意摆的 又老又破又旧的老村子 一行人走到脸池边 第一个入眼的 就是个烧毁了一半的 残破村庄 行红狼介绍道 蓝公公 请看 这里原名叫东湖村 在上一次流寇作乱 攻破河东道的时候 这个村子被烧毁了 村里的岩将全都被杀 蓝公公 哎 他吓了一大跳 原来被外派来这里 是来吃拿卡要赚钱的 但看到这个村子的惨状 才想起来 现在的山西 是个流寇窝子 在这里属于随时可能 被杀的状况 戴君恩看着这一幕 却不禁摇头长叹 哎 大伙人沿着蟹池边 继续向着东北方向走 一路走过来 好几个被烧毁的村子 村子里半个岩将也无 走了好一会儿 终于 前面一个岩村有人了 一群岩将 正在用最古老的晒岩法制岩 这当然也是高家村 故意安排的 总有那么几个部门 专门用来应付检查嘛 区别就是 后市应付检查 都是临时搞得高大上 来给领导看 但高家村是反着的 临时搞得又差 又破给领导看 蓝公公看得头皮发麻 现在蟹池边的岩村 都是这个鸟样子 行鸿狼 没办法 谁叫咱们这里是山西呢 如果没有我助手 在这里击退流寇 就这点岩将 都无法保存下来 蓝公公若是去山西 别的县城看看才知道 什么叫十世九空 蓝公公倒抽了一口凉皮 这样子 能足额交得上岩吗 能啊 行鸿狼黑黑笑了起来 给这些剩余的岩将 多摊派点任务 逼这些岩将拼命干活 谁不肯好好干活 我就拿鞭子狠狠抽 若是还不好好干活 我包了他的皮 抽了他的筋 拿他的鞭油去点灯 只要够狠 总是能收得起来足够的岩的 蓝公公心里冷汗直冒 好狠 比咱家还狠啊 咱家只想搞点钱 这人是把岩将的命 都要搞掉啊 不愧是做过 私盐贩子的寿府流寇 太凶残了 太凶残了 蓝公公心里有点害怕了 私盐贩子 果然和普通的朝廷官员不一样 来之前还没认识到 这山西的残酷性 真到了地方 才发现在这个地方 没几把刷子的人 似乎根本待不住 虽然他也带了一批 自己的心腹打手来 但是 这点打手的人数 显然不太够 若是行红狼要收拾他 只怕是一举手的事情 蓝公公 那个 岩村咱们不用看了吧 反正差不多都这样 行红狼 哎 不看了 后面还有更惨的 前面有个岩村里 褪着不少枯骨呢 流寇把人杀了之后 尸体全堆在那个村里 现在傍晚一过 村子里全是鬼火在飘 蓝公公害怕乘以二 嗨嗨 这种村子 咱家知道了就行了 就不过去看了 一行人折返回到了河东道 行红狼拿出一本假账 这可是高家村 专门请了高家村的初中毕业生 数学尖子生来做的假账 入库出库 每一笔都记得 比朝廷原本的账目 要清楚得多 明白得多 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 可惜是假的 以蓝公公的才学 根本看不出这本账有任何毛病 看来看去 只从里面看出来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蟹吃的延产量 下降得有点多 比起全盛年间 基本上是减产了一半 蓝公公长叹 皇上缺钱 对付剑奴 需要大量的军费 但蟹吃炎产量却近乎减半 这可如何是好 行红狼 唯一的办法 就是在招募大量的炎将 但山西现在兵荒马乱 又到哪里去招人呢 蓝公公 行红狼伸手 塞给他了一块美玉 蓝公公在手里一电量 就知道 这块玉价值不菲 马上就转口 既然如此 那就没办法了 这解释的严克 就暂时这样吧 咱再去智慧皇上 好好想想办法 蓝公公 被轻轻松松搞定了 行红狼回到大堂 却见戴君恩 还在这里坐着 并没有走掉的意思 看来 这位诗人巡抚 还有点话想说呢 行红狼走上前来 巡抚大人 还有什么吩咐 戴君恩长长地叹了口气 行将军 老夫这次前来相见 其实不光是为了 带个太监来 还有一些军务方面的事情 想和行将军谈谈 行红狼 咦 和我谈 巡抚大人不是应该和 山西总兵游士陆游将军 谈更好吗 戴君恩摇了摇头 朝廷的官兵 不好 行红狼 戴君恩 那些家伙杀粮冒功 谎报军情 已经是家常便饭 个个都是兵游子 老夫根本使唤不动 上一任山西巡抚徐鼎晨 就是被这些兵游子给拖累的 行红狼一时无语 戴君恩 来 给你看点老夫收到的密报 他拿出一叠信来 行红狼翻开一看 第一封信就是说 四川总兵邓继 在河北纵兵掠名 奸淫名女 再看第二封 左梁玉杀粮冒功 把老百姓的头颅 当成贼子的送上去 再看第三封 宣大总督张宗恒 诬陷山西巡抚徐鼎晨 把剿匪不利的锅 全甩在了徐鼎晨身上 山西的官 就没两个干净的 好不容易翻到最后两封 一封说 白干兵军纪言明 于明秋毫无犯 另一封说 行红狼整军有道 军民一家亲 帮老百姓解决困难 派发粮食济名 比白干兵更胜一筹 看到这里 行红狼不禁皱起了眉头 原来 巡抚大人什么都知道 戴君恩 是的 包括你刚才演戏 拿假盐村糊弄兰公公的事 老夫也知道 这谢池西南边 可全是产量 翻了好几倍的新盐村哦 这种事 只能瞒得住 从皇宫里出来的傻子 可瞒不了 真正想要做实事的政务官员 行红狼的手 但老夫没有点穿你 因为 你在蒲州寄名 在河东道又寄名 这寄名花费的银两 可不是小数目 如果你不刻扣些盐款下来 又如何能够做得到 行红狼的手微微一松 戴君恩 这些盐款 被你用在了老百姓身上 若是被那兰公公贪了去 全都中饱私囊 哎 老夫老了 又健忘 很多事情刚刚看了 转头就忘了 只会写实了 这剿匪老夫 也不会 在这个山西巡抚的位置上 应该也就是来晃一圈 写得到此一游 过得一两年 便要被革职的吧 说完 戴君恩站起了身来 行将军 照顾好百姓 老夫去了 说完 他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 正好兰公公又走了进来 巡抚大人 您在里面 您在里面和行将军讲些啥 戴君恩 哎呀 我突然想到一首诗 他的家丁刷的一下跳出来 给他递上文房四宝 戴君恩刷刷刷写了几行字 又把纸揉成一团 向旁边一扔 不行不行 写得太差了 说完 他转回头来 对着蓝公公道 我们刚才聊到哪里来着 蓝公公 呃 我们刚才啥也没聊 戴君恩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话说回来 老夫走马上任山西巡抚 现在干嘛来着 皇上吩咐老夫 吩咐老夫啥来着 蓝公公 声音放大了五度 吩咐您剿匪 戴君恩 啊 原来是剿匪啊 他转过头 对着后面跟出来的行红狼道 行将军 剿匪什么的 老夫根本不会啊 只会写诗 这剿匪的重任老夫 可就交给你了 行红狼报了报权 巡抚大人放心 交给末将吧 戴君恩 颤颤巍巍的 爬进了马车 家丁们团团护卫住 向城外驶去 大车里响起了 他苍老的声音 方从夜夜店秋光 交以西风穴道装 一字一息人去后 冷烟疏雨挤重阳 家丁 啊 老爷 您写出好诗了 要闻房四宝吗 不用 戴君恩 这首诗是老夫得意之作 不会忘的 对了 刚才老夫和蓝公公 聊得什么来着 又忘了家丁低声道 蓝公公说 改天和您一起交友写诗 戴君恩笑道 那好 那好 那可真是太好了 巡抚车架 缓缓向着北方去了 巡抚衙门之所在 就在北方的太原 那里 同时也是流寇没事 就去围攻两下的地方 崇祯六年 圆月 又是一年春来到 春耕播种的季节 蒲州城外的农田里 此时正出现一幅奇景 一千名川中百杆兵 正站在田坎边 满脸恭敬的表情 捶着手 看着田里一个穿书生衣服的人 那穿书生衣服的人 正是点灯子赵胜 他正口莫横飞 一脸慷慨激昂地 给白杆兵们 讲解着科学种田的方法 大家看 这是尿素 点灯子赵胜道 使用这个东西 就能让农田大量增产 不过 使用的方法必须非常小心 一旦过量 就会烧掉农作物的根 说完 他亲手操作起来 将使用这种化肥的步骤 一个动作 一个动作地 做给白杆兵们看 白杆兵们认真看了一遍 还不够 一千人散入旁边各个农田里 亲手操作起来 原来 川中 白杆兵并不是全托产兵 石柱土家族 采用的是战时卫兵 咸实为农的体系 这一千名白杆兵上阵时 是勇猛的战士 回到万寿寨 又会变成村子里青壮年 种田主力军 天尊亲自下了命令 要教会白杆兵们 使用化肥 科学种田 赵胜把化肥的使用方法 详细地讲完 就看到 TEST 03号天尊 乐呵呵地从田坎边走了过来 嗨 张将军 一直在农田旁边看戏的张凤仪转过头 啊 天尊来了 在高家村的地盘里待了一阵之后 张凤仪已经知道了 萧先生根本不是萧先生 也不什么李先生 而是一位神仙 所以 他现在 也跟着叫天尊了 李道玄笑道 怎么样 大伙学得如何 张凤仪点了点头 多谢天尊派人细心教导 我的兵学得还不错 现在只是有点担心 咱们十住万寿山 土地平级 山体多食 泥土层薄 不知道能不能爱李道玄 放心好了 我有三种农作物 要推荐给你 很适合万寿山的种植条件哦 张凤仪大喜 哦 哪三种 李道玄伸出手来 手上拿着一个土豆 一个红薯 一个玉米棒子 这三种农作物 都是后世石柱土家族 大批量种植的 在万寿山那薄薄的土壤层里 也能长得很好 后世的人 跑去万寿山旅游的时候 还能吃到当地的特色土家族 洋芋饭 玉米饭 红勺饭呢 总之一句话 很适合白杆兵种植就对了 张凤仪 这三种 我倒也不是没见过 但种植他们的经验 是完全没有 放心好了 李道玄对着赵胜吆喝了一声 赵先生 麻烦你了 还要教白杆兵们 种玉米 红薯 土豆哦 赵胜笑 天尊放心 属下本来就打算教他们 只是现在还没上到这一课 李道玄 哈哈 好的好的 你按自己的课程来 不要乱了步骤 别让我这外行指挥内行人 赵胜大笑 天尊就爱说笑 您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 中间还知道五百年 天下就没有您不会的事 怎么可能是外行 喂 好的不学 学会乱拍马屁了 李道玄笑骂 好好上你的课 赵胜埋头下去 继续给白杆兵们上起课来 白杆兵们学得贼认真 李道玄转过头 对张凤一道 张将军 现在贼军又闹到河北去了 你短时间内 就别再去追击贼军了 先回一趟万寿山 让你的兵赶紧把这些新的 种植技术用起来 解决粮食危机 让土家族老百姓都能吃得饱 这是比什么都要优先的 张凤一抱拳 多谢 我也打算先回去一趟了 现在贼军日益强悍 我只率一千百杆兵 实在难与贼寇争锋 没把诸夫叫上一起才行 嗯 李道玄也不多说废话了 三天之后 一千名百杆兵 努力学习了新的科学种植技术之后 又带了几车化肥作为样品 返回四川 高家村又送粮食 又送化肥 还送寄属 甚至还送了土豆 玉米 红薯 这三种新式农作物的种子 此等大恩大德 张凤一连谢都说不出口了 只好说了一句一日必报 然后就率军走了 崇祯六年 二月 刘寇在河北闹腾 连线赵州 西山 顺德 甄定等 又于邢台摩天岭西夏 至武安 拜左梁玉军 守备曹明 主部吴英科等皆战死 刘寇大军在河北势力大阵 可惜 开心得不了的刘寇大军 马上就遭遇猛难的袭击 卢相声率领的天雄军出现了 先是于西山痛击刘寇 接下来 卢相声在华县挑选精兵 埋伏于莽林之中 带刘寇大军到来之时 立即跳出来 予以痛击 接下来 卢相声又持援灵明县 在摩天岭下 暴打刘寇 刘寇只好逃回西山 把游击董维困 围困在冷水村 卢相声在石城南部 设下埋伏 大败刘寇 又追至青龙岗 继续大败刘寇 刘寇被迫退到武安 武安不是卢相声辖境 刘寇们终于逃出升天 此时摆在刘寇面前的 是一个很困难的局面 山西西南部 有行红狼 老南风 时间 王小花这四个怪物 河北北部有卢相声这个怪物 河南东北部有白渊 陈元波这两个怪物 刘寇们的生存空间被极大的压缩了 还留在山西境内的刘寇 只好向北 先进入近西北地区 然后渡过黄河 重新回到陕西 而已经进入河北的刘寇们 则群聚在了武安商量前途 紫禁梁大哥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紫禁梁知道个屁 只好拿眼光扫向自己的一众手下们 一个一个看过去 一个一个都眼光闪烁 躲着他 直到他看到了闯将 闯将的眼光没有躲 反而炯炯有神 大哥 我有一计 紫禁梁 哦 说来听听 闯将 为今之计 我们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向南渡过黄河紫禁梁摇头 黄河渡不得呀 白渊那家 不用担心 闯将道 我们上次渡河 选择了梦京 正巧对在了小浪底 才会被白渊拦减 但这一次 我们已经进入了河北 渡河的位置 就可以选在开封府附近了 紫禁梁 咦 闯将道 开封距离小浪底极远 那白渊不会来挡我们 我们渡河之后 也不要向洛阳去 而是绕着洛阳向东南方向前进 挺进湖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